第194一章,小红手面临的考验 系统,恭喜荣耀之都 在西山白的带领下 完成了风暴要塞的手杀 冰冷的世界通告 一下子就冻结了大家火热的心 前一秒的时候 大家还在讨论手杀会出什么呢 怎么下一秒手杀就被别人拿走了 我,魏云但愿猛地站了起来 他第一时间就用目光搜索到了陆梨 此时的陆梨正和水精灵坐在一起 两人手牵着手 陆梨歪着头和水精灵说些什么 引得水精灵笑得直不起腰 整个人都要靠在陆梨身上了 陆梨,手杀被人拿走了 你还在那里谈情书啊 魏云海峰把自己的斧头和盾牌丢在了地方 发出咣当一声响 哦,知道了 陆梨看了他一眼 似乎很惊讶 他为什么大惊小怪 老大,手杀没了 被荣耀之都拿走了 魏云但愿此时感觉有些浑身无力 他觉得自己这边进度已经很快了 只需要再来两三次 就差不多能够拿下手杀 我看到了呀 你们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就继续吧 陆梨神色如常 手杀 手杀呀 魏云海峰大声叫道 咱们又是打要赛 又是打比赛 根本没那么多人手高强度开荒 被人抢了手杀 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陆梨不以为意地说道 手杀被拿了 难倒就放弃不打了吗 可是 魏云但愿还是觉得很惭愧 大家虽然不说什么 但是他总觉得都在埋怨自己 这有什么可视的 就算是让我指挥 我也没把握一定拿手杀 快点解决掉这个boss吧 别让我失望 陆梨说道 呜呜 老大真是太好了 微云但月感动得一塌糊涂 开荒还在继续 可能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又是两次团灭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裁决之剑 才终于把凯尔萨斯王子 斩落刀下 这一次就没有手杀播报了 什么装备 什么技能点 什么强化技能书 大家的一切期待 都成了泡影 摸装备吧 梦梦 陆梨催促道 没拿到手杀 说不遗憾 那是骗人的 但是陆梨必须表现出 不在意的样子 魏云但月 已经够内疚的了 埋怨他也于事无补 作为一个领导 什么时候该批评 什么时候该宽容 什么时候该鼓励 这些都是他最近在研究的学问 陆梨的私人导师 水精灵的外公范老先生 给他灌输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残梦脆声声地应了一声 跑去摸装备了 他其实更不在乎 手杀不手杀 以前手杀的时候 摸出来好东西 别人都觉得 是因为手杀 他这个小红手 根本不被认可 现在不是手杀了 这才有挑战性吗 三块宝石 数量上绝对是可以了 即便是手杀 估计也最多四块 只可惜 质量有些差强人意 都属于可以用 不至于没人需求 但是又达不到 让人出分抢夺的地步 强化十一堆 然后就是两本技能书 没有强化技能 终究是一个遗憾 虽然两本技能书都还可以 然后是装备 严阴护腿 锁甲法系 按金装备 这个甚至直接就流拍了 因为队伍里 没有治疗萨满 或者元素萨满 只是由于即将开通双天赋 洛英回忆这个增强萨 就成了被强插的对象 陆梨只扣了他五分 所以 素萨是很少需要加分 拿装备的洛英回忆 也不怎么在意 萨拉斯荒野披封 按金装备 敏捷物理系的东西 在没人要的情况下 陆梨插给了自己 同样扣掉五分 连续两件按金 让残梦的小手有点抖 不过他还是鼓励自己 这是正常的出装情况 第三件节点钥匙 终于出了一个传奇 法系的东西 主家暴击 额外增加了很多体质 算是比较偏向于PVP的法杖 这个时候 才终于有了开荒团一起标分拿装备的样子 第四件 希望还能出个好东西吧 系统小红手 也开始需要祈祷了 战败卫士的胸甲 战木德的T5套装不见 小红手扁扁嘴 差点就哭了 按照一般的套路 散剑传奇出完了就出套装 才出了一件散剑传奇 怎么就直接出套装了 好东西啊 战士墓士最缺这个了 陆梨很有眼色的安慰道 错过一个手杀 确确实实要损失不少装备 如果是手杀的话 很可能会掉落两个散剑 还有两个套装 这都不算什么 25个人都拿得到手杀奖励 就算只有三分之一获得装备 那也是八件装备 就算八件装备里 一半是传奇 那也至少能多出四件传奇 战士墓士厮杀了一番 三月宇拿到了装备 主要是大家都让着他 漂亮妹子 赛手 主力墓士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 每几个人能厚着脸皮 和他一个劲的标 而且人家有哥哥呢 得罪了三月宇 也就等于得罪花底离情 他和蔚蓝海峰差不多 都是最早追随陆离的一批人 还有一件 又摸出来一件套装 残梦终于开心起来 不可能再摸出更多了 但是三件比起四件 也就差一个散剑传奇罢了 飞手杀能摸出这么多东西 已经足以证明 他的小红手是何等的逆天 这个新的套装部件 是圣骑士 盗贼 萨满祭司专属 这个竞争也蛮大的 就算洛英回忆宣布退出竞争 这里也有好几个人有需求呢 最终 陆离做主给了水精灵 自家媳妇嘛 关键是 如果轮到他上场比赛 完全可以借过来穿内 还有东西 残梦说 任务物品吧 陆离记得 这个boss至少会掉落两个任务物品 一个叫卡尔萨斯的水瓶残余 一个叫翠绿的魔珠 而且还有水精灵的飞行任务 也从这里失去 不是 当当当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的残梦玩家 拾取奥的灰烬 奥的灰烬 什么鬼 难道是坐骑 这名字实在表达不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 只有少部分比较敏感的人 联想到了风暴要塞的第一个 boss那只火凤凰 这才有了近乎真实的猜测 第1942章 比翼双飞 不就是出了一个坐骑吗 还系统公告 太劳实动众了吧 哇 三百一的速度 嗯 比我的坐骑快了三十呢 残梦掰着手指数了一下 发现自己二百八速度的坐骑 真是low爆了 当前版本 不 或者说 很可能包括以后的几个版本 这都是 速度最快的坐骑 也难怪会系统公告 梦梦好样的 大家一起点赞 明明不是首杀 却做到了首杀都办不到的事情 大家可没看到 荣耀之都那边有提示 拾取凤凰坐骑 梦梦 这个坐骑你 直接拿吧 咱们约定好的 陆里很早就答应过残梦 只要是宠物相关的 他都可以直接拿走 以此作为对小红手的报答 嗯 还是不要了吧 大家一起 low点好了 残梦这还是第一次摸出来系统公告的东西 他明白这东西的价值 知道自己 不能就这么拿了 low点无疑是最合适的办法 这坐骑任何人都可以拿 dkp拍也不合适 估计最后会是 dkp最多的那几个人拿 陆里也不希望开荒团的重要位置 为了拿着坐骑 把自己的dkp清空了 陆里第一个 low点 宣告了这个凤凰坐骑的争夺战 正式开始 十三 只有十三点 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因为天主圣子耶稣 有十二个使徒 最后一个叫犹大 为了三十元钱 出卖了耶稣 致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残酷地受刑死亡 哈哈 这个点数 如果能拿到坐骑 我就直播剁掉 蔚蓝海风幸灾乐祸 而且用上了对男人来说 无比恶毒的赌注 我也剁 银游诗人李大狗说道 加一 肥猴子跟进 陆里真不希望自己能够拿到坐骑 不然裁决之剑 就要变成太监俱乐部了 幸好 后面的一个比一个高 居然有三个人 roll到了一百 我觉得我们你 应该重新roll点 三个一百的属于无效 roll点 只roll到了六十多点的肥猴子 提议说道 来咱们三个roll 猫猫爱吃肉不理他 三个roll到了一百的 猫猫爱吃肉 木秋 残废的黑蚂蚁 他们三个自顾自的再一次roll点 陆里无话可说 他其实也想大家都重新roll 但是作为俱乐部大佬 他还是要脸的 最终是木秋roll出了一个八十九的成绩 赢得了曙光 这款游戏里第一只凤凰 召唤出来之后 果然是这个副本第一个Boss Out的外形 人坐在上面的时候也非常的契合 用木秋的话说 整个人都暖洋洋的自带高空保温效果 该拿任务物品的 自己拿任务物品 水精灵也拿到了他自己的任务物品 前置任务早就做完 就剩下凯尔萨斯王子调的任务物品 拾取到了学习之后 就能变身成凤凰 然后就有人眼间的发现 水精灵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鹦鹉大小的迷你版小凤凰 非常的可爱 还能发出啾啾的稚嫩叫声 陆里微微一笑 也使用了变身乌鸦的技能 这才叫情侣变身嘛 哇 好浪漫 比一双飞 猫猫爱吃肉点赞 为什么我觉得好为何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乌鸦配凤凰 蔚蓝海风一脸的嫌弃 然后大家果然就不觉得浪漫了 一个灰不溜秋丑不拉几的 一个火红色娇小可爱 完全不是同一种画风 嫉妒 都是嫉妒 陆里如此的安慰自己 不去关心其他人说什么 和水精灵一起开开心心的飞出副本玩去了 可惜 水精灵并不能一直陪着他 下午的时候 威宇阁对战紫月洞天 这是关乎他们16强能否晋级的一战 陆里将自己身上不错的装备 都拖给水精灵了 说是都 其实也没几件 现在赛手们基本上都是T4和T5混搭 全部都是传奇装备 陆里没有去看比赛 他对自家媳妇有自信 他去找自己的导师加罗娜 好长时间不见 甚是想念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可以效劳的 组织应该有一些任务吧 自从成了加罗娜的弟子 女招待就不给自己发布任务了 这也就意味着 陆里和拉文或德庄园之间的联系 就只剩下加罗娜这个导师 我以为你没时间来为组织效劳呢 加罗娜依旧那种懒洋洋的姿态 直接丢出了一堆卷轴 这是今天还没有让人送出去的任务 你自己挑吧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陆里有点猛逼 但是他更在意的是什么 让导师觉得他看不上这些任务 他现在急需一些 比其他人更屌的装备好不好 不然以现在的版本 他和肖默对上的话 那铁钉被按在地上摩擦 把夜色还给我 还不还 我就为你还不还 肖默一边按住陆里 让他的脸在地上摩擦 一边口口声声地质问 想想那场景 陆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果然都是带发布的任务 有个高层导师就是爽 但是他并没有在里面找到 自己想要的那种任务 导师 有没有那种送强化技能书 或者传说装备的任务呀 哼 你飘了 我的学生 让你去杀伊丽丹 你做得到吗 加罗娜冷笑 做不到 副本里的都杀不死 真正的伊丽丹 恐怕一个指头都能碾死他 这个游戏做得极其不平衡 实在太过于抬高NPC的实力了 副本里的怪物只是投影 却也要花好些天的时间 才能杀死 那非投影的话 玩家更加不够看 如果让你把麻法里奥 从翡翠梦境就出来呢 加罗娜又问 导师 不带这么骂人的 陆里很无语 这种任务是人干的吗 据他所知 想把麻法里奥 从翡翠梦境弄出来 就算是他媳妇泰兰德都办不到 只有老马自己才能救自己 因为他在翡翠梦境里 拯救世界呢 还是你能找出 瓦里安失常的线索 加罗娜 大概想要彻底打醒自己的弟子了 等等 这个可以有啊 陆里一直以为 瓦里安已经恢复正常了呢 没想到 他现在依旧是一个懦弱的傀儡 那自己岂不是就可以利用 先知先觉的优势 提供线索了 你确定 加罗娜不怎么相信 这个任务奖励什么 陆里有点急切地问道 能够和前面两个任务一起排列 就算比前面两个任务差一点 也不至于仅仅只奖励传奇装备吧 第1943章 吉安娜 你要做这个任务 加罗娜愣了一下 不过转念一想 又释然了 这三个任务 前两个都要求强大的实力 自家徒弟自然没有能力去做 则最后一个任务 大家都没有头绪 而头绪这种东西和实力真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似乎知道一些线索 请问找谁交任务 陆里问道 去找吉安娜吧 不过 加罗娜顿了顿之后 提醒自家徒弟说道 你最好确认一下 细耍一个大法师的后果你承受不起 是的 导师 我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您还没告诉我任务奖励是什么呢 你不是法师 他承诺的收为弟子就算了 如果你想要技能书 他可以给你一本 法师强化寒冰护盾 如果你选择装备 他可以给你一把传说级的法杖 如果你执意要盗贼的东西 这就需要你亲自和他谈了 面对自己的弟子 这是妥妥的自家人 加罗娜毫不客气地 就把吉安娜的底牌全部展露出来 谢谢导师 我完成任务之后再回来看你 你知道艾格文吗 在陆里都准备走出门的时候 加罗娜突然又来了一句 当然 他是一位大法师 提瑞司法议会的守护者 前守护者 听说他已经死了 也有人说他隐居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陆里斟酌了一下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哎 可惜你不是法师 你走吧 加罗娜摆摆手 不打算继续谈下去了 陆里心中一万头草尼马呼啸而过 他今天是替某个法师来的吗 毫无疑问 吉安娜的任务也是为法师设置的 不管是选择三个奖励的哪一种 都妥妥的麻雀变凤凰 七世纪的传说武器 现在至今应该都没出现 肖默如果拿到了这把武器 妥妥的吊胆陆离 然后是关于艾格文的 这显然也应该是一个任务 而且必须是法师才能做 从条件出发 联想一下艾格文现在的年纪和近况 妥妥的应该是在玩家里寻找一个传人 第一个任务很难选择 强化技能书虽然珍贵 可能没有人会选择 毕竟对实力的提升没那么立竿见影 大部分都会选择传说法杖 但是也应该有一部分人会想着 找个高端大法师做导师 目前的艾泽拉斯 能比吉安娜更加高端的法师 几乎不存在了 败师之后 装备技能书都不是梦 有了第二个任务之后 第一个任务就不难选了 完全可以选择艾格文作为导师 然后从吉安娜那里拿走法杖 或者强化技能书 至于吉安娜和艾格文的实力 谁强谁弱 其实不难判断 艾格文是吉安娜的半个导师 拜了艾格文做导师 吉安娜就是你师姐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艾格文应该跟在吉安娜身边 一边教授 她一些古老的魔法知识 一边做她的行政顾问 就这样安享她最后的晚年 假如路里是个法师 她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拜师艾格文 可惜 路里现在只能去塞拉摩找吉安娜了 吉安娜当然是人类 人类似乎在法师这个职业上 拥有得天独厚的天赋 那些动辄活个上万年的 其他种族怪物 也未见得就强大多少 我奉命而来 看了这个之后 我想吉安娜女士会接见我的 路里递过去的 是一把匕首 污染者碎片 被邀请加入刺客联盟后 刺客联盟会给你一个 代表你身份的代号 和一个小玩意 一般来说是耳环 戒指之类 也有可能是匕首什么的 这些小玩意上 可能会有一些符号或者图案 这些暗号 只有刺客联盟 或者他们的顾客才能看懂 路里很快就被请了进去 然后她就看到了吉安娜 她是带领 普罗德摩尔的女儿 她的父亲 则是库尔提拉斯海兵王国的 最高统治者 也是第二次战争期间的 联盟海军上将 吉安娜从小在魔法学习上 就天赋异禀 她在肯瑞托的领袖 安东尼达斯门下求学 而肯瑞托 是一个在魔法之都 达拉燃生活级工作的 法师议会 在吉安娜成年早期 她致力于阻止 将引发第三次战争的 天灾瘟疫传播 同时也看着她的挚友 及浪漫情人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 一步步走向黑暗深渊 当战况加剧后 吉安娜获得了 新部罗大球长萨尔的信任 成为团结艾泽拉斯各族 携手对抗燃烧军团的 关键人物 陆离算不出她有多少岁 但是眼前的吉安娜 年纪其实也不算太小了 但是从外表看 依旧是一个18岁的金发美女 尊敬的女士 大法师阁下 我带来了导师的问候 陆离虽然没那么欣赏 吉安娜的形式风格 但是对强者最起码的尊重姿态 她必须摆出来才行 吉安娜管理着塞拉摩岛 也算是一方领袖 我知道你 加罗娜和我提起过 她过得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 用她的话来说 她正在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死亡不会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身上有着死亡 无法逾越的魔法力量 还是谈谈你的来意吧 吉安娜是一路离坐下 然后有用人捧上了水果和花茶 如果是拜访一位勇士的话 花茶可能会换成烈酒 是关于瓦里安王子的 我听说您在调查这件事 而我在不久之前 也曾经去过暴风城的王宫 在那里 我和一位老伙计 阻止了一场 针对国王的刺杀任务 陆离说 月有耳闻 原来那个强大的冒险者 就是你 加罗娜的弟子 强大算不上 我们继续谈瓦里安国王 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于是就开始着手调查 忙活了一段时间 现在终于有了一些头绪 不知道您这边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 回想起来的话 大概在几个月前 我识破了一桩阴谋 有一些恶魔信徒 试图挑起部落和赛拉摩之间仇恨 于是我积极地联系了瓦里安 为他与萨尔牵线搭桥 试图在联盟与部落间 达成长久的和平 我能理解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离说 他不太看得惯这种强制拉郎配的行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没有部落和联盟的合作 艾泽拉斯早就被灭掉了 第1944章 莉莉安的拥抱 由于叛徒的通风暴信 再加上牛头人之中的叛族 恐怖图腾士族的动手之下 乘坐船只来到赛拉摩的瓦里安 在前往部落领地的中途被掳走 吉安娜疲惫地说道 但是他还在暴风城之中 现在 陆离说道 这些反派也是麻烦 真要是想制造混乱 直接把瓦里安宰掉不就可以了 他的儿子安杜因年纪还小 暴风城的权力中心够他忙活的 没错 我们把他救了出来 然后送回了暴风城 吉安娜说道 你们也发现到他不对劲了是吧 这非常的明显 曾经英明神武的瓦里安国王 被宁臣们耍得团团转 缺乏判断力 意志脆弱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陆离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我一开始怀疑 他是什么人假扮的 后来排除了这个嫌疑 那就是瓦里安 吉安娜将法杖重重地在地上顿了一下 盗贼先生 我发布任务 是寻求能人一事 想让人查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请放心吧 我带来了您要的消息 那么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 陆离问 如果你问过你的导师 那么你应该知道奖励是什么 吉安娜说道 如您所见 我是一个盗贼 您的那些奖励对我无用 我相信我的消息非常有价值 陆离一个盗贼 没必要过于刷这个 NPC美女的好感 所以说起话来也不客气 我还算有一些收藏 如果你能够解决我的麻烦 那么 这件披风就是你的了 吉安娜直接递过来 一件披风样的东西 莉莉安的拥抱 传说 护甲350 全属性加200 移动速度正30% 凹槽3 特效2 暗影刺刀 顺发 对8码内所有敌人造成1200点暗影伤害 冷却30秒 特效2 死亡之卧 2秒独条 吸收黑暗能量 并将30码内的目标 拉到装备者所在的位置 冷却3分钟 特效3 莉莉安的拥抱 瞬间出现在目标的身后 割喉技能触发100%暴击伤害 冷却时间2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70 耐久640 640 最下方一行小字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陆离瞬间就高潮了 完全是贫穷 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至尊武界 传说 乘6 全属性 加160 暴击加37 吸血加42 伤害正12% 特效1 丛林之王的庇护 顺发 召唤一个自然护盾 为施术者吸收一次全额伤害 冷却时间3小时 特效2 丛林之王的祝福 隐秘效果正35% 特效3 丛林之王塞纳流斯 赋予他特殊的能力 你可以学习德鲁伊的两个变形技能 并且学习该变形分支最多两个技能 特效4 恶魔猎手赋予你变身恶魔的能力 月向空中 坠落时造成爆发 对八马内所有敌人造成混乱伤害 并使其昏迷3秒 落地时 会化身为恶魔形态 可以使用本职业所有技能 防御增加70% 攻击增加10% 持续30秒 冷却8小时 装备需求 5 耐久 5 两件装备进行一下对比 即便是强化6次之后 至尊戒指 似乎也没有100%的获得完胜 这披风直接加了200点全属性 比至尊武戒多了40点 强化之后 还可以更多 移动速度加30%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不碰上那种 特意堆了移动速度的人 陆利不管打得过打不过 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身影会像风一样的 在赛台上肆虐 特效一群伤 而且是属性伤害 大部分职业都不会对暗影抗性 特效20拉人的 试想一下吧 在团队比赛的时候 陆利一伸手 把对方的治疗给拉过来了 一顿胖揍在所难免 直接被秒杀 也不是没可能 特效三步仅仅是机动性技能 还附带了一个暴击伤害 莉莉安的拥抱 这里的莉莉安 大概说的是 莉莉安 沃斯 据说 他生前是一名血色十字军的杀手 父亲是血色十字军高阶祭司 本尼迪塔斯沃斯 死后被遗忘者复活 但内心拒绝自己不死族的身份 认为自己外表丑陋 变为被遗忘者后 导致他极度恐慌 但他坚信他的父亲能够帮助他 莉莉安带着不安的心情 去见他的父亲 然而 他那坚决对抗亡灵的父亲 却与他断绝了父女关系 并下令处死莉莉安 悲痛欲绝的莉莉安 亲手扼死了他的父亲 血色十字军的高阶祭司 然后决地出逃 最终进入了通灵学院的阴暗走廊 黑暗院长加丁 不但没有下令消灭这位入侵者 反而仁慈的指引沃斯 教他如何拥抱无情的命运 他那曾经指向学院的怒意和利刃 现在对准了加丁的敌人 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杀手 他的杀人方法都是如出一辙 那就是割脖子 必要时会释放出暗影之力 把敌人拉到身边 然后释放力量 将一群敌人一击秒杀 这件披风的来历不言而喻 陆离不知道 吉安娜为什么会有这件披风 但是这个任务奖励他要定了 我可以为您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决斗士的故事 或许对寻找瓦里安失常的原因有帮助 陆离老神在在地说道 某一天 一个失忆症患者 倒在杜龙塔尔海滩上 被一名叫雷加 大帝之怒的萨满抓获 你的意思 这个失忆的人才是瓦里安 吉安娜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暴风城现在的国王是谁 他是怎么逃过 多位大魔法师的反复侦策 哼 我可没有这么说 听我继续说下去 美丽的女士 陆离似乎在故意吊着对方的胃口 自顾自地说下去 他可以在一对一的决斗中 祭拜萨满决斗士队伍中的剑声 并且夺走了他的双剑 凭借他的领导能力与战斗技巧 兽人萨满 让他领着两个小伙伴 赢得了厄运之锤竞技场的桂冠 请继续说下去 吉安娜低垂着眉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自此 他用洛哥石 幽灵之狼的称号 名震天下 但他仍然不能记起自己是谁 不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一直都在追查自己的身份 在他的两个小伙伴的帮助下 我记得 他们一个叫布罗尔 熊皮 一个叫瓦雷拉 桑古纳 我需要确认一下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真的 吉安娜说道 我认为我的情报非常详尽 我没有理由和胆量欺骗您 尊敬的大法师阁下 即便是我的导师也不会 陆离如此说道 那么 你有什么建议呢 吉安娜问 静观其变就好 事实的真相 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这件装备 我先拿去用怎么样 陆离爱不释手地 抹扎着 放在腿上的这件披风 你带走吧 剩下的报酬 会在我确认了之后和你结算 吉安娜很好说话 她其实已经相信了陆离的情报 只是有些事情还想不明白 第1945章 秀存在 陆离要求吉安娜静观其变 并不是什么剧情的需求 而是她自身想要去影响剧情 去刷瓦雷拉 桑古纳尔面前的存在感 那可是曙光游戏背景中的 又一位知名盗贼 西方人讲究门第 见面之后 先说自己是谁谁的儿子 而大多传奇故事的主角们 就算不是有一个好爹 也会和某些著名人物有点关系 就像安杜英 洛萨 之所以能够同领人类联盟 是因为他是索拉丁的后裔 但是 盗贼往往不在此恋 刺客们 要做出传奇的成就的前提是 不能太过显眼 更有甚者 如要离一般的刺客 甚至要通过自残的手段 来让自己显得不起眼 才能出其不意 完成他们的任务 所以 盗贼又叫前行者 行走在黑暗之中 一击必杀 不为人知 或许又更多更强大的盗贼存在 他们或许比瓦雷拉 桑古纳尔 甚至加罗那 都更加强大 然而正因为不为人知 陆离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自然也就无从攻略 而瓦雷拉 桑古纳尔 和加罗那是例外 加罗那因为刺杀前任国王 而名扬天下 瓦雷拉 桑古纳尔 则因为是现任过往的小伙伴 而被淫忧诗人各种宣扬 在考据党的小本门上 桑古纳尔家族 其实是血精灵的贵族 风暴要塞里 凯尔萨斯战斗中 他的顾问中 有一个叫桑古纳尔男爵的 称号是鲜血之锤 男爵在西方爵位中 不算是高的 通常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 他是一个战士 而且称号与众不同 不想过多脑补一个 无关的人的故事 他可能是出身中产 然后因为作战勇猛而着身 也可能是世袭自家族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男爵显然不能保证 自己的族人也成为贵族 所以 瓦丽拉家庭应该不是贵族 但是却出身可谓高贵 与贵族是近亲 好了 主角光环来了 通常那些出身高贵 却不是贵族 而碰巧又有血海深仇的人 往往会经历各种奇遇 成长为故事的主角 瓦丽拉好像就非常符合这一点 身负血海深仇的少女 容貌娇好 如花似玉 生活困顿 却磨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非常符合成为故事的女主角 尤其 男主角 还是一个年轻的失去记忆的国王 那么 洛丽打算去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男二 男二是 绝对不可能的 会死得非常惨 能够成功接盘的男二 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且 面对这么一个肤白貌美的血精灵妹子 哪怕是 NPC 洛丽也必须保证 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忠诚 所以 她喊来了自己的正牌未婚妻 沈曼学小妞 这样切入剧情的话 她不会因为英俊多金 而给正牌男主带来危机感 也不会因为接近一个美女 而让未婚妻多疑 活着 不容易啊 水精灵一听说有任务做 而且极有可能牵扯到传说装备 结束了比赛之后 立刻就赶过来了 至于比赛 那自然是赢得很漂亮 洛丽简单地解说了一下 这次任务的前后始末 拿来 啥 莉莉安的拥抱啊 一个女孩子用过的东西 你也好意思拿去用 我先替你保管着 陆黎差点就哭了 这媳妇似乎变了呀 俺媳妇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还把自己的装备 托给俺穿戴呢 不是说好了 拿的是吃软饭的剧本吗 为什么是气管炎的剧本 心里说着不要 手上已经乖乖地奉上了 心得到还没五热乎的传说装备 媳妇 这可是传说啊 水精灵一脸幸福地 从未婚夫手里拿过装备穿在身上 还特意转了一个圈 曼妙的身姿 迷花了陆黑子的眼睛 让他对奉献出传说装备 再也没有任何遗憾 女土豪以前想要弄一件 当前版本最顶尖的装备 最起码也得花个几十上百万 现在 他啥也没付出 只是勾勾手指 这装备立刻就到手了 从商人的角度看 找陆黎当老公 真是一本万利 虽然陆黎黑了点 丑了点 穷了点 怎么办 越来越爱他了呢 媳妇你穿上这个真好看 再也没有比你更漂亮的人了 陆狗腿子谄媚地说道 如果被蔚蓝海风等人看到 一定会狠狠地吐槽死他 水精灵非常满意 事宜陆黎带路一起去做任务 任务的切入点未知 除了知道这三个人 还没到暴风城 陆黎连他们有没有 从决斗场出发都不知道 不过这一点 难不倒他们两个 指令发出 无数人在四处搜寻这三个人的踪迹 最终在米奈希尔港 发现了疑似这三个人的 NPC冒险者 前后用时不超过15分钟 这就是几家俱乐部 庞大人口基数的优胜之处 不过他们对为什么找这三个人 一无所知 有些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在找什么东西 米奈希尔是前洛丹伦王朝 普系的姓氏 原本是一个充满威严与光荣的姓氏 可是 由于王子阿尔萨斯的叛乱 和洛丹伦的毁灭 这个姓氏已经暗淡了许多 但是 人们仍然在深刻地纪念着他 这处失地的重要联盟港口 就以此命名 陆离和水精灵赶到的时候 已经追踪了这三位 决斗士的迪菲亚暴徒 也终于开始出手 漫山遍野的 都是这种暴徒 即便是酒精战斗的三人 也脸色微变 如果实在今天情况恶化 你们两个先走 我来为你们断后 以后有机会回来替我报仇 布洛尔 熊皮大吼一声 变成了一个半人高的巨熊 我是不会丢下兄弟独自逃走的 瓦里安何等的人格魅力 他要是先跑他 就不是莱恩的儿子了 瓦雷拉什么都没说 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越来越近 暴徒们怒吼着冲了上来 被巨熊一巴掌扇倒了一片 最中心位置的那几个暴徒 早就已经骨肉分离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穿着假皱 很可能直接就拍个四分五裂 这就好像是洪水的小缺口 瞬间就被填补上了 要不要叫援兵 水精灵看着这种规模的迪菲亚暴徒 也觉得头皮发麻 这些暴徒都只有五十多集六十不到 但是个个都是精英 甚至准BOSS模板 不叫 不然咱们的支援就显得不珍贵了 陆黎摇摇头 他和水精灵身上都穿了最好的装备 而且还大多附带了闪避和吸血属性 为的就是方便持续作战 到了他们这个地位 背包里常备至少两三套装备 第1946章切入剧情 虽千万人无网矣 漫山遍野的迪菲亚暴徒 任何人都会退避三社 埃德温 范克里夫作为迪菲亚兄弟会领袖 曾经是暴风城石将工会的成员 因为暴风城官方严重拖欠工资 率领重民工发动武装起义 队伍一度相当壮大 后来 范克里夫被杀 这些暴徒就开始向四周流散 瓦里安 乌瑞恩的失踪 迪菲亚兄弟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受黑龙公主的暗中安排和谋划 瓦里安在离开暴风城不久就遭到了迪菲亚兄弟会的绑架 兄弟会将国王劫持到米奈歇尔港 又承传到了陈尼沼泽 将国王秘密囚禁于奥卡兹岛上 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暴风城内部 米奈歇尔港口和塞拉摩的守军 都有迪菲亚盗贼的渗透 在奥卡兹岛上 迪菲亚的术士们用禁忌的巫术 将瓦里安的灵魂和身躯一分为二 一半是高雅 软弱 善良的代表 另一半则是勇猛 刚强 强硬的化身 奥尼克西亚派自己的龙人卫兵 杀死了岛上的术士们灭口 并打算杀死叫强硬的那一半国王 而自己扶植另一个作为傀儡皇帝 最后叫强硬的一半国王 跳入深海 就此失踪 黑龙公主现在已经扶珠 其实是她的投影 她毫无疑问的还会在今后出现 但是她的阴谋还在持续地发酵 除了黑龙公主 还有其他人不希望瓦里安强势的一面回到暴风城 迪菲亚兄弟会 其实就是这些人手里的一把刀 他们除了讨薪 能有个毛的政治诉求 一群可怜人 可惜陆离根本没资格可怜人家 一旦手下留情 别说他们 就算是瓦里安几个也得认栽 大家必须全力出手才行 陆离和水精灵快速地向瓦里安移动 自己人啊 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陆离阁挡开血精灵盗贼的匕首 瓦里拉 桑古纳尔在陆离的背后显出身形 当然 现在是所谓的剧情模式 这些人的实力都还没强到离谱的地步 瓦里拉 桑古纳尔可是非常顶级的盗贼 巅峰状态的他一刀就能把陆离给秒了 你怎么证明啊 瓦里拉 桑古纳尔很警惕 你们也没啥好图谋的啊 我如果真是你们的敌人 安全可以帮助这些狄菲亚暴徒解决掉你们 陆离小知以理 他老婆在身边 动之以情就算了 你们认识这些人 瓦里拉 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搞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是谁害了你 陆离一边战斗 一边把狄菲亚兄弟会的情况说了一下 这其实就是一群被贵族逼迫的可怜人 只是可怜人发起疯来 逐渐就演变成了 对其他可怜人施加伤害的暴徒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人吗 瓦里拉 桑古纳尔问 没有 拼死一战吧 陆离直接就陷入了沉默 他确实知道更多的事情 但是他不能说 如果他把吉安娜领来 然后把真相一股脑地说出来 估计即使有奖励也没多少 像现在这样 他和他媳妇奋力杀敌 动不动就被砍一刀 看着就觉得热血和感动 明明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看到这么多人欺负他们仨 就毫不犹豫地过来帮忙 瓦里拉 桑古纳尔和布洛尔 熊皮很快就把他们俩当成了队友 动不动就过来支援一下 只有代表着瓦里安强硬一面的暴风城国王 他始终保持着对瓦里和水精灵的戒心 即便是瓦里和水精灵陷入危机的时刻 他也没有伸出援手 毕竟没有BOSS 有治疗药水的瓦里和水精灵几乎是不死的 这样才使得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其他三个NPC已经伤痕累累 疲倦也吸上了他们的心头 那么 在没有自己和水精灵的干涉下 这三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击退强敌的呢 即便是重生者 瓦里对此种细节也一无所知 就在迪菲亚暴徒的老巢不远处 一对对的骑兵静默地停在那里 他们是裁决之剑 让人闻风丧胆的守夜人骑兵团 总数量已经超过了800人 全都是70级 一身传奇的精锐 裁决之剑在装备方面的开销 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这块刀刃上 野外PK 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得了他们的冲击 他们现在的任务很简单 一旦接到命令 他们就直接冲击迪菲亚暴徒的老巢 焚烧他们的粮草和牲畜不出意外的话 还有他们的老人孩子逼迫迪菲亚暴徒们回源 陆离如果早一点下命令的话 战斗估计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除非迫不得已 否则一定不会这么做 一来容易让自己的突然出现更加阴影重重 二来也显现不出来他们两个支援的珍贵 他还在等一个变数 一个能够让决斗场三人组扭转局面的变数 等了很久 就在陆离快要忍不住呼叫守夜人骑兵团动手的时候 一群矮人切入了战场 他们个头矮小 但是论起锤子砸膝盖的锤子力道十足 为首的一个全副武装的高大矮人 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锤子 锤子上有八个刀刃 在他的巨大力量挥舞之下 迪菲亚暴徒们碰上就变成了碎肉 他简直就是一个人形的角落机 他的脸全部藏在一个戴着尖角的头盔面罩下面 安威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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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他的矮人们高声喊着这个词 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鼓舞着他们战斗一样 萨尔格斯 安威马儿 高山之王的后裔 陆里感叹着说道 他终于明白 瓦里安为什么能够安全地进入铁卢堡 这群矮人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山之王莫迪姆斯 安威马儿 这是一个在矮人中世代传送的名字 铜锈 满锤 黑铁 无论是哪个部族 没有一个矮人不对这个名字充满敬意 他的去世导致了铜锈 满锤 黑铁三大部族间的分裂 以及历史上有名的三锤之战 萨尔格斯 安威马儿 是莫迪姆斯的后裔 假如矮人一族实行世袭制的话 他应该就是今天的矮人之王 狄飞亚暴徒的阵型很快被击垮 他们潮水般地涌来 又潮水般地后撤 第1947章 大桥保卫战 多谢 这些矮人兄弟们 也谢谢你们 两位冒险者 瓦里安 或者说是哥洛什 终于信任了 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陆里和水精灵 他代表着瓦里安刚强的一面 既然信任了陆里和水精灵 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按照决斗式的战斗习惯 不知是敌室友的时候 绝对不把后背对着别人 而此时 他们把陆里和水精灵保护在了后面 哥洛什独自一人 走到了矮人们的面前 矮人们牵着战阳 随时都有可能骑上做骑再战 瓦里安 你搞什么鬼 为首的那个矮人 萨尔格斯 安威马儿 拿掉了头盔 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矮人都是非常高傲的生物 更何况是高山之王的后裔 即便是见到了人类国王 也没有败倒在地的可能 你 认识我 哥洛什此时并没有恢复记忆 但是他已经开始 怀疑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普通决斗士 这些狄非亚暴徒 就不会阻止自己去暴风城寻找真相 如果这个矮人所言为真 那么他的身份 很可能就牵扯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即便是一直以奴隶的身份战斗 他都知道 暴风城的国王 一直都在暴风城 瓦里安 来恩之子 我很费解 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轻蔑地扫了一眼其他几个人 你就带着这么几个弱小的随从 是觉得天下太平了吗 暗夜精灵德鲁伊憨厚一笑 血精灵盗贼冷笑不语 陆离无所谓的撇撇嘴 水精灵盯着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的脖子 似乎想给他来一下 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庇护 想办法送我去暴风城 哥洛什说道 如果他真的是暴风城国王 那么现在暴风城里的那个是谁 这其中有什么阴谋 他代表着瓦里安果断刚强的一面 从来都不会因为有阴谋 而畏缩不前 你来错了时候 人类 现在我们另有任务在身 你们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 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将头盔套上 问声问气地说道 他的话里 或多或少都带着轻蔑和厌恶 让人心生不快 不过 让这些人赶紧离开 出发点总是好的 在自尊心过头的人 都不会拔刀相向 如果有战斗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 你还没有进行自我介绍 戈洛什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 挥舞着双手大剑 表示自己依旧有强悍的战斗力 萨尔格斯 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 你到底是谁 这不重要 不过 你可以叫我戈洛什 让我们一起战斗吧 我们的敌人是谁 戈洛什问道 一群败类 你估计一定听说过丹默德的存在 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厌恶地说道 我知道 丹默德位于连接洛丹伦大陆 与卡兹默丹大陆的萨多尔大桥的南方湿地 恶守山岸 我们族人曾经到这里旅行 他们热情地 咱们这里的重建工作 现在这里 又燃起战火了吗 德鲁伊布罗尔 熊皮好奇地问道 有人试图炸掉萨多尔大桥 丹默德的那些胆小鬼们 已经逃跑完了 现在城镇已经被邪恶的黑铁矮人攻陷 所以 你要夺回城镇 对吗 戈洛什问道 是的 我的使命就是防守萨多尔大桥 不管来多少人 都要问问我的锤子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 杀气腾腾地说道 其实我也在调查这件事 我们说明于一个组织 具体地不能说 但是我们的出发点 绝对是善意的 陆默开始插话了 他用这个借口 完美地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哦 你调查到了什么 戈洛什很感兴趣 萨多尔大桥 是连接湿地和阿拉西高地的 唯一路上道路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次这群黑铁矮人 再度攻打此地 是绝对有原因的 洛理说道 这简直就是废话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旁边的一个矮人 插嘴说道 哈吉玛 闭嘴 听他继续说下去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训斥道 他的威望很高 此话一出 那个叫做哈吉玛的矮人 立刻就不吭声了 我们发现 他们和目光之锤有关系 洛理道 目光之锤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 顿时就是一阵 我和所有人一样 以为他们只是 没安什么 好心的黑铁矮人 没想到这些疯子 是正儿八经的邪教徒 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三个人 卡拉莫斯 静虚 傀儡统帅 阿格曼奇 审讯官 格斯塔恩 洛理手上早就掌握着 这方面的情报 有很多人供他驱使 其他两个我知道 格斯塔恩是什么来年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杀气 腾腾地问道 他是目光之锤的一员 专门负责刑训 我本来打算刺杀他 在黑铁矮人战士的重重保护之下 一直没有能够得手 陆离如此说道 好 你是可以信任的 如果你们不怕死的话 我想邀请你们 和我们一起参加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 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 终于完全信任了陆离和水精灵 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来历 长得有点像瓦里安的家伙 没办法 他们的实力有限 对付黑铁矮人都很吃力 更何况 还有目光之锤在幕后出没 由于塞尔格斯 安威马尔 对权力斗争兴趣不大 因此也没办法得到铁卢宝的权力支持 能够多一份力量 就多一份力量 陆离和水精灵 接到了大型任务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 不出意外的话 任务的奖励 绝对不会差到那里去 他们从矮人那里得到了补给 开赴萨多尔大桥 那里的守军 正在和黑铁矮人们 发生着争斗 比起迪菲亚暴徒这种靠数量 来取胜的炮灰 被目光之锤 教派洗脑的黑铁矮人 无疑要更加危险 更何况 还有三个野外BOSS带队 陆离依旧没有调动自己的力量 守夜人骑士团 目前正在攻打 迪菲亚暴徒的老巢 逼得迪菲亚暴徒们 纷纷潜入失地逃命 打下一个NPC势力 收获自然也非常丰富 各种截略而来的财物 完全可以充当战利品 第1948章 刺客乘三 战斗吧 我的族人 高山之王的子孙 萨尔格斯 必将带领你们获得胜利 矮人首领大声地呼喊着 其实 如果矮人实行世袭制 让这个萨尔格斯 安威马尔做新的矮人之王 说不定三锤矮人会更加辉煌 内斗耗尽了矮人一族的元气 萨尔格斯在这群矮人之中的威望无与伦比 在他的鼓舞之下 矮人们骑着赞扬 无所畏惧地冲向了那些堕落的同族 这个种族的起源 既不像巨魔和精灵那样是原著名 也不像兽人和德莱尼那样是外星移民 矮人是由万能的泰坦 在这个世界 还处于摇篮阶段时 利用石头所创造的 这个种族 似乎永远都像石头一样的坚韧 不管是这些被领袖鼓舞奋战的好人 还是那些被目光教徒蛊惑的坏蛋 他们像是石头一样的碰撞在一起 一个个的生命 在这种碰撞中陨落 陆离独自面对三个黑铁矮人的攻击 他们那只巨大的锤子 面对这样的敌人 陆离非常希望自己是个法爷 就算矮人魔法抗性高 但是法爷的输出再怎么被抵抗 也比盗贼拿个小刀子去捅要干净利索 显儿 过来咱们一起 水精灵的情况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把水精灵喊过来 打算两个人互相照应 这种任务 死了就相当于任务失败 所以他们必须保全自己的生命 而且还不能被自己这边的NPC发现在滑水 两个人配合着攻击 压力果然要小很多 三个黑铁矮人 两个被控制 一个被围攻 三下午除二就被干掉 然后再轮到新的目标 你们两个 别在这里和这些废物浪费时间了 陆离和水精灵他们这边正打着呢 突然听到瓦雷拉 桑古纳尔叫他们 有什么建议 陆离问 和我一起 去配合哥洛石 杀死对方的指挥官 就是那个阿格曼奇 不怕死的话 就一起来吧 瓦雷拉 桑古纳尔 如此说道 水精灵立刻就跟上去了 哎 姐姐 人家在激将 你怎么 就这么容易上当呢 自己媳妇都去了 他自然不可能落后 当下也跟在了后面 三个盗贼全都进入前行 在混战之中往前冲 很快就接近了哥洛石 哥洛石在德鲁伊大雄的配合下 已经杀进了对方的指挥官 阿格曼奇是黑石深渊傀儡统帅 传闻他怀着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按自己的样貌 造出了魔法替身 有传闻说 他甚至使用了某种形式的黑暗魔法 当这位傀儡统帅的血肉之躯 遭到毁坏时 他的新造物 便能成为他灵魂的容器 而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位 显然正是他的血肉之躯 就是不知道被杀死了之后 他还有没有机会 把灵魂注入那个容器 从而获得重生 哥洛石终于和阿格曼奇交手 他原本应该能够占据上风 只是由于周围黑铁矮人的援助 阿格曼奇才勉强支撑下局面 只需要等待更多的黑铁矮人过来支援 阿格曼奇觉得 他就可以杀死这个该死的人类 三个盗贼各就各位 等待着机会 盗贼职业 类似于其他游戏的刺客 他们擅长潜伏和刺杀 并不是单纯的靠偷东西 来体现职业特色 就是现在 自己判断时机和攻击方位 瓦雷拉 桑古纳尔先手攻击 他的目标是阿格曼奇的眼睛 逼得阿格曼奇 抬起了一只手臂格挡 陆离几乎和他同时出手 陆离攻击的是 阿格曼奇另一只胳膊的夜下 感受到新的攻击来临 阿格曼奇试图用胳膊夹匕首 不管是他主动去做 还是下意识地去家 陆离都算是完成了他的战斗任务 水精灵攻击的是阿格曼奇的太阳穴 但是他的目的 其实更像是一种干扰 真正致命的不是他们 是戈洛石 在三个盗贼创作出来的局面下 戈洛石的大剑 从左到右 狠狠地劈在了阿格曼奇的脖梗上 一击必杀 只有NPC对 NPC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陆离和水精灵 不管怎么攻击 其实都是按照 BOSS血量来判断伤害 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绿叶 为戈洛石和瓦磊拉创造机会 可怜的傀儡统帅阿格曼奇 他根本没有等到救援 就这么被三个刺客 和一个狂战士给KO了 三个BOSS干掉了一个 四个人开始面对 黑铁矮人们的疯狂反扑 毕竟阿格曼奇是他们的领班 这么轻而易举的领盒饭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这里有我 你们去其他地方 哥洛石气势如虹 他一剑将一个黑铁矮人 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 然后穿过喷泉般泼洒的鲜血 上前一步 懒腰斩断后面的三个黑铁矮人 一时之间 黑铁矮人被他杀得连连后退 布罗尔 熊皮不仅能变熊 还能变成一棵小树苗 给哥洛石加血 三个刺客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 跟我来 瓦雷拉 桑古纳尔 对陆离和水精灵刚才的表现非常满意 带着他们继续去寻找机会 他们不仅对三个boss抱有想法 对基层指挥官也绝不放过 那些看起来有点身份的矮人 基本上都是被撒刺客一轮秒杀 陆离和水精灵的收获 除了大量的声望 也有非常让人惊喜的装备收获 刚才傀儡统帅阿格曼奇 就掉了一件七十级的传奇装备模具 在黑石深渊的时候 掉六十级装备 除了副本 立刻掉七十级东西 多么的善解人意 都退下 一声怒吼 吸引了三个刺客的注意 闻生赶过去 就发现高山之王的子孙 在喝退他的战士 并不是他占据了上风 想要单挑 而是审讯官格斯塔恩 手法诡异 已经连续杀死了好些个萨尔格斯的战士 萨尔格斯非常不忍 他决定冲上去解决这个女人 审讯官格斯塔恩是法系 但是他并不畏惧为公 他的手里拿着的是奴役之球 这玩意到玩家手里 就是一件装备 在格斯塔恩的手里 就成了一件 可以控制对手的强力道具 而且 他还会使用群体恐惧术 接近他的战士 在这个法术的效果下 就像是眉头的苍蝇 只能四处乱跑 然后被他击杀或者控制 第1949章 战士的亡魂 一个狂战士 和一个术士 他们的结果会如何 事实上 陆黎并不想知道 他已经暗磋磋地摸到了镜前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除了他媳妇 还有瓦蕾拉 桑古纳 这个血精灵女刺客 玩偷袭被刺 绝对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 确实是一个强大的战士 他怒吼了一声 直接冲向了审讯官格斯塔恩 而审讯官格斯塔恩 神色严肃 既能不要前四地丢过来 他也紧张啊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 一看就不好惹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想要靠近 审讯官拼命阻拦 一边阻拦 还一边造成伤害 很快就把高山之王的后翼 打得遍体鳞伤 但是这并不致命 狂战士 基本上都是绝境之中爆发 审讯官格斯塔恩 知道自己的危机并没有过去 除非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停止呼吸 正是这种危机感 让格斯塔恩忽略了背后 三个刺客 一个攻击他的后脑勺 一个攻击他的太阳穴 还有一个攻击他的脖子 这一次 陆里负责的是后脑勺 瓦雷拉 桑古纳尔 似乎想要抹猴杀死对方 出手端的是 无比狠辣 其实 他们三个刺客 看似突如其来 但是他们的任务 和之前那次没什么区别 都仅仅只是为了牵制而已 审讯官格斯塔恩的护盾 可不是闹着玩的 法系职业 其实并不惧怕刺客 尤其是NPC法系 真正决定这一次突袭结果的 依旧是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 他的大锤从上下 猛地劈了下来 透明的能量罩 终于抵挡不住 彻底消散 三个刺客的武器 几乎同时 命中到这个女术士身上 让他根本来不及 撑起第二个护盾 他太自信了 觉得自己群战无敌 如果他是站在一群 黑铁矮人中间 完全可以傲视 全场地随意释放魔法 不管是狂战士 还是刺客 摸不到他一脚的话 就只能被他吊打 现在 他因为自己的自负倒下了 那个人想跑 不是路里眼睛有多尖 而是他一直都在 关注第三个BOSS 就算不掉装备 给的声望也是一大笔财富 而且三个BOSS都杀死的话 奖励应该也丰厚一些 卡拉莫斯 禁虚 他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黑铁矮人指挥官这么简单 他的真正身份 应该是目光之锤信使 普通的目光之锤成员 都是信徒 目光之锤的信徒们坚信 艾泽拉斯必将回归至 上古之神的统治之下 一旦上古之神回归 他们将会对艾泽拉斯 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 届时 一切泰坦的造物都会被毁灭 只有真正的虔诚者 才能够在审判日之后余生 目光之锤的叫点 也明确注明 所有在伟大事业中牺牲的虔诚者 也将在新世界中重生 他们将被上古之神重新塑造 获得超越血肉 超越形态 超越生死 超越凡人之躯的真正力量 真正的虔诚者 最低标准就是信使 信使能够直接向上古之神表达虔诚 寻求上古之神的宽恕 是每一个目光之锤成员狂热的追求 在某种条件下 信使可以获得上古之神的赐福 通过教团秘传的黑暗仪式 剥离自己的血肉 用纯粹的元素填充自己的灵魂 将自己转化成为一种诡异的元素生物 元素生腾者 获得超越形态 超越血肉的力量 最终在被目光笼罩的新世界中 沐浴上古之神的人词 当然 卡拉莫斯 尽须还没有获得这种殊荣 他甚至比不上能够将自己化作 无面者的山谬森上校 就是潜入暴风城的那个 不过卡拉莫斯 尽须从来不觉得 死亡是一种虔诚 在两个助手都被杀死了之后 他就开始逃跑了 路里怎么可能让他逃跑 他这么一叫唤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想要逃跑的卡拉莫斯尽须 卡拉莫斯尽须带来的黑铁矮人们 说起前程 当然比不上他 连他都想跑 其他人更加想跑 于是大量的黑铁矮人 就开始逃跑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路里嘲讽地扯扯嘴角 现在单就战斗人员来说 黑铁矮人依旧占据绝对的优势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带来的矮人数量并不多 指挥官这么一带头逃跑 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带着矮人们 追着他们的黑铁同族们 一路追杀 以少数兵力追杀数量 远远超过他们的溃兵 拦住那个混账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一锤子砸飞 好几个碍事的黑铁矮人 指着夺路而逃的卡拉莫斯吼道 他的副官哈吉玛 从大桥的围栏上一跃而上 终于将卡拉莫斯 从座器上给拖了下来 两个矮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眼看着逃脱无望 卡拉莫斯也发了狠 将哈吉玛死死地压在了下风 啊 哈吉玛一声惨叫 放手 卡拉莫斯急了 哈吉玛死死地抱住卡拉莫斯 就是不愿意放手 而卡拉莫斯 则用一把抹了毒药的匕首 在哈吉玛的胸腹间 不断刺入 拔出刺入拔出 这边的人奋力地冲过去 一群人围着卡拉莫斯痛殴 卡拉莫斯一开始还能惨叫两声 后面声音渐渐微弱 最后只剩下骨头碎裂的声音 还有骨肉混在一起的啪啪声 很快变成了一滩烂泥 哈吉玛躺在地方 浑身都是血窟窿 他还没死 但是也差不多了 洛黎拿了药剂 绷带 其他人也为他敷上草药 然而 不管是多么昂贵的草药和药剂 都无法阻止这个矮人的生命流逝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抱着他的兄弟 似乎在无声地哭泣 戈洛什接替了他的指挥拳 带着矮人们 清扫和追击那些黑铁矮人 杀死之后 就把尸体直接丢到了大桥下面的滚滚激流之中 经历了多次的争夺战斗 这里的鱼虾肥美 便是战士的亡魂 我要回铁卢堡 你们要一起吗 我们的王会奖励 你们所做的一切 满足 你们的一切要求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提出了邀请 他打算把哈吉玛 安葬在铁卢堡外 白矮矮的雪山之下 第1950章 真假瓦里安 戈洛什和两个小伙伴商量了一下 决定跟随矮人们去铁卢堡 他们各自都负了伤 战斗力有所下降 如果再碰上迪菲亚暴徒 就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了 他们并不知道 迪菲亚暴徒们正在被正义的守夜人骑兵团追杀 洛黎和水精灵自然更加不会反对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的任务奖励还没领呢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看起来很穷的样子 估计也没啥可以奖励的 去铁卢堡更容易拿到好东西 而且 他们的初衷是参与到国王回归的剧情当中 一行人抬着伤员 尸体 走在尸地的泥泞之中 开始向着铁卢堡的方向跋涉 一直走了大半天 也没走多远 幸好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提出安营扎寨了 陆离和水精灵才得以下线 不然的话 他们真心没有这么多游戏时间继续跟随下去 这个任务 显然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完成 至少时间上要有好几天才行 陆离和水精灵还真的就跟随者大部队一直走了下去 只要安营扎寨 就下线休息 轮流隔一段时间就上线看看 有没有准备出发 到了铁卢堡之后 队伍得到了热烈的欢迎 当然 欢迎的目标并不是陆离 也不是戈洛石 而是凯旋而归的矮人战士们 铁卢堡之王麦格尼 同须亲自出营 麦格尼 同须是马多兰 铜须的长子 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铁匠 他的锻造艺术 在整个爱泽拉斯大陆 无人能及 起先麦格尼 对于成为国王毫无兴趣 他曾以战士的身份 参加过第二次战争 但命运十分讽刺地 令他在父亲死后 继承了铁卢堡的王位 从此成为第三任矮人王 多年来 麦格尼始终毫无怨言地 履行他的责任 率领矮人族子民 保卫着卡兹莫丹和联盟的安宁 不过 他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 由于麦格尼对待独生女莫埃拉 态度极度不佳 导致莫埃拉离家出走 并与黑铁矮人皇帝达格兰 索瑞森结婚 麦格尼为此伤心不已 并极度后悔 虽然同虚国王召集联盟的勇士 突袭黑市深渊 杀死达格兰 试图将莫埃拉带回铁卢堡 但是莫埃拉表示自己 已怀有达格兰的孩子 并拒绝回国 女儿的冷漠态度 令麦格尼变得更加沮丧 之后 麦格尼向暴风城国王瓦里安 乌瑞恩寻求援助 以对抗黑铁矮人 然而 瓦里安一次又一次地散漫拒绝 这让他觉得不对劲 直到他在会客室里 看到了戈洛什 感谢您为萨尔玛大乔所做的一切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尊姓大名吗 麦格尼比起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要谨慎得多 至少他不会第一句话 就问瓦里安你搞什么鬼 我知道你的困惑 这同样困惑着我 戈洛什说道 听说我和暴风城国王长得很像 不 不是很像 你就是暴风城国王 瓦里安阁下 麦格尼很确定地说道 那么 暴风城的那位是谁 戈洛什也很苦恼 他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他 已经非常确信 自己就是瓦里安 究竟是什么 让一个国王变成了决斗士 我想 只要前往暴风城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陆离提议道 总有一种力量在阻止我 我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达到暴风城 戈洛什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 但他不是莽夫 一旦他死了 一切的真相都将毫无意义 铁卢宝会派人护送你前去 麦格尼说道 这里 也就他有这种实力了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安葬好了伤亡的弟兄之后 再一次被委以重任 不过麦格尼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更精锐的援兵 让这支队伍的实力 得到了补充和增强 陆离也开始召唤自己的骑兵团 为这支护送队伍提供援助 不管是类似迪菲亚暴徒那样的暴徒 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亡命玩家 正常的大型俱乐部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攻击铁卢宝的卫队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实力出现 陆离甚至怀疑 这里面还有拉文或德庄园的刺客出现 这毫不奇怪 刺客联盟并没有统一的指挥 也不会因为担心瓦里安的报复 而拒绝接受刺杀他的任务 然而 在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的护送之下 瓦里安终于还是到达了暴风城 这一天 注定要被载入暴风城的史册 两个瓦里安终于狭路相逢 紧接着便大打出手 局势却越发混乱起来 就在两个瓦里安打得不可开交 而其他人又一脸猛逼不知道该帮谁的时候 一个卫兵趁乱挟持了安杜英王子 他怪笑着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龙 奥尼克西亚 黑龙公主 黑龙公主张开他巨大的翅膀 呼啸着飞走了 爪子上来 抓着可怜的安杜英王子 路里拉住了想要冲上去的水精灵 他们的实力不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而且 两个瓦里安终究不是办法 不如顺着剧情 大家一起去奥尼克西亚的巢穴 救援王子殿下 两个瓦里安 各自拥有失踪前的国王一半的性格特征 拉格什性急 直接 好斗 一语不合便要大打出手 而几周前回来的这位瓦里安 则是文雅 稳重 甚至在某种程度 有些怠惰消极的 尽管两个瓦里安毫无相似之处 但是他们发现 彼此不仅在武艺上难分重搏 并且都把安杜英 乌瑞恩的安全 视作最为重要的东西 两人竟然携手制定了一个 前往塞拉摩的计划 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是奥尼克西亚的巢穴 路里和水精灵 作为哥洛什的援兵 自然也会一起跟过去 真相隐藏在迷雾之中 但是终将云开雾散 路里见到吉安娜之后 如此说道 他靠死了一下神棍 这感觉真心不错 不仅仅是吉安娜出现了 前任守护者艾格文 也被请了出来 他是吉安娜的进城 路里这是第一次看到艾格文 他算得上是艾格文的老残粉了 艾格文一眼就看出 两个瓦里安没有一个是真的 然而 两个瓦里安又都是真的 这是一个邪恶的仪式 但是仪式被打断了 所以并不完美 艾格文如此评价说道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这两个人都是完整的人格 路里找不到杀死一个之外 更好的办法 你不是说终将云开雾散吗 就让命运去抉择吧 加罗娜的弟子 艾格文竟然也是知道路里的 只是不知道 他承不承认他口中的加罗娜 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他的儿媳妇 他孙子的母亲 事实上 我更早地就认识阁下了 路里说道 他把自己得到 艾格文之书的过程讲了出来 还讲到把那本书交给了麦迪文 其实 那本书应该是你自己的机缘 你可以保留着那本书 艾格文愣了一会之后 才如此说道 他确实是我的机缘 他永远也会铭记 那非夜上的际遇 路里恭恭敬敬地失了一礼 太难了 艾格文惆怅地摇摇头 静悄悄地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瓦里安和哥洛什这边 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 就连路里和水精灵 都被分配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众人迅速启程 抵达了奥尼克西亚的巢穴当中 直面了那条邪恶的母龙 第1951章 和二为一 虽然不清楚 奥尼克西亚为什么要腐化暴风城的政治 但他确实腐化得很成功 他以人类形态 贵族卡特拉纳 普瑞斯托的身份 参与暴风城的政治 由于美貌 见多识广等原因 很快得到了当时的摄政王伯瓦尔 弗塔根公爵的赏识和信任 暴风城的政令 他玩的正嗨的游戏被打断了 他被众多的冒险者通缉追杀 虽然每一次杀死的都是他的投影 但是这种死亡 确确实实让他很没面子 而且他还能感觉到 随着投影被杀死的次数见多 他的实力也开始下降 所以他痛恨这个国家 在指使了几拨人都没能杀死戈洛石之后 他终于亲自出手 然而暴风城不是他的主场 那些闯奴等利器 确实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而且宫廷里也不缺乏强者 奥尼克西亚选择悄悄地潜伏进去 然后绑架了小王子安杜因 在这布满了熔岩和毒烟的巢穴 他准备灭掉一切的敌人 陆离 水精灵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 瓦雷拉 桑古纳尔 布洛尔 熊皮 戈洛石 瓦里安 还有一些暴风城的人类和矮人 这个远征队伍非常的强大 吉安娜并没有过来 他和顾问一起需要防备 有可能赶过来的黑龙援兵 战斗开始 陆离发现 戈洛石三人的实力都有了提升 不知道这算是一路升级的缘故 还是剧情的需要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这三个人都将提升到一个 他必须仰望的高度 曙光就是一款游戏公司出品的游戏 一切都为了游戏性而存在 游戏里的NPC无比的强大 而玩家就只能充当炮灰 也就是俗称的脚男 小人物 不能够做大事情的人 对于事情 只能够用来跑腿的一种作用 对于事情的重要性来说远不足为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还不如成为第一个全民化虚拟游戏的新世界 虽然新世界的游戏性做得不够好 但是在虚拟度和趣味性上 曙光还真比不上 那款游戏给玩家提供了很多的发展途径 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后 任何职业都有人可以和游戏里的一方霸主 打得难解难分 现在 陆离和水精灵确实还可以帮上忙 但是想成为主力队员 正面对奥尼克西亚 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不过 两个纯输出玩家造成的伤害 还是很客观的 陆离悄悄地和水精灵商量 等到奥尼克西亚残血的时候 他们就爆发输出 看看能不能抢下奥尼克西亚的最后一击 这样的话 奥尼克西亚就会掉装备了 这一路杀上来 其实大部分的BOSS都没掉装备 陆离和水精灵只能分到声望 毕竟那几个BOSS都是被其他NPC一击必杀的 他们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此时的奥尼克西亚会掉什么装备呢 他显然不是普通的副本BOSS 也不是野外BOSS 一切的前提都在于能够抢得到最后一击 奥尼克西亚久攻不下 而自己却伤痕累累 慢慢拍地意识到自己在被群殴 他灵机一动 憋了口气 喷向了绑在旁边的安度因王子 见到这一幕 陆离立刻头皮发麻 他们的任务是来救人的 一旦救人失败 那任务的奖励就可想而知了 就算杀了奥尼克西亚也不圆满 正要闪过去 抵挡火焰的洗礼 已经有人比他更先一步了 哥洛什的记忆还有彻底恢复完全 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已经表现出绝对的保护欲 他猛地扑到了安度因的身上 抱住他 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承受黑龙火焰的洗礼 黑龙喷涂的火焰可不一般 一直以来都是萨尔加斯 安威玛尔用矮人锻造出来的大盾 帮助大家承受这种火焰 而萨尔加斯 安威玛尔刚刚一轮尾扫到一边 到现在都还没爬起来呢 再一次 有人比路里快 没办法 他的位置不太好 用了突进技能 也没有一直隐隐 护卫着安度因的两个爸爸更快 哥洛什没有死 尽管他已经抱了必死的心 瓦里安 就是那个温文尔雅的瓦里安 却在这时出现在洛哥时身前 挡住了母龙致命的一喷 他救了他的兄弟和儿子 路里和水精灵干脆也不去掺和 萨尔加斯 安威玛尔也倾着盾牌冲过去了 他们俩就拼命地攻击奥尼克西亚 不管两个瓦里安死了没有 不打赢奥尼克西亚的话 连安度因也要隔屁 到时候 暴风城就真的没有国王了 就在路里和水精灵 埋头攻击奥尼克西亚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瓦里安的这一档 竟是奥尼克西亚的法术 产生相反的效果 两个瓦里安又融合成了一个 两个大活人 经历了这么火焰一烧 没全部烧死也就算了 竟然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合二为一 加油攻击 爆发全开 路里和他媳妇赶紧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所有招数全用上了 重新合体了的完整的瓦里安 也冲向了还想吐火焰的奥尼克西亚 你爸难倒没教育过你 随地乱吐是不对的 对着人吐 更是要做好被打的心理准备 合体后的瓦里安非常强悍 大剑一斩 就将奥尼克西亚的头颅斩了下来 怪被抢了 路里非常的沮丧 他确实有些贪心了 任务到现在都可以说完成得十分完美 吉安娜那边有了交代 瓦里安这边 可以领一笔封厚的将近 还有保卫大桥处的力 萨尔加斯 安威马尔也该给他们算算了 没有 似乎可以拾取 水精灵靠近了尸体 发现了这个让人惊喜的秘密 雪儿 你快点摸 你不摸吗 雪儿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真的要我摸吗 哎呀 还是我来摸吧 水精灵吐吐舌头 对着奥尼克西亚的尸体 进行了拾取 奥尼克西亚做龙缰绳 这是飞行坐骑啊 黑龙之牙 传说级别的盗贼武器 匕首 这两样东西 陆里全都让给了水精灵 他对坐骑需求没那么大 女孩子哪怕再怎么洒脱 应该也有一些收集好东西的癖好 至于匕首 陆里也可以用 但是他还是打算 弄两把单手剑 更能提升输出 第1952章 女贵族水精灵 一个飞行坐骑 一把传说匕首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收获了 不过 当水精灵又摸出一件披风 陆里都怀疑 他被残梦穿越 毕竟这出的东西太过逆天 再怎么掩饰 都妥妥地影响游戏平衡 事实也确实如此 官方估计也没想过 有人能够杀死真正的黑龙公主 奥尼克西亚 按照正常的游戏剧情 奥尼克西亚 应该是被合二为一的 瓦里安一件销售 完全是为了突出 瓦里安国王的高大威猛 瓦里安并没有让游戏设计人员失望 他确实把奥尼克西亚一件销售了 不过在他的剑刃砍刀龙头的时候 其实奥尼克西亚已经死了 被两个小贼给活活捅死的 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他们俩的伤害全场最低 在别人都去保护安杜因王子的时候 就这么磨死了残血的奥尼克西亚 不管官方如何想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任何boss都有一个掉落列表 一级小号杀死麦迪文会掉什么东西 不管合理不合理 这个列表都必须存在 且不能随意敷衍 七十级的玩家杀死奥尼克西亚 掉的就是这些装备 尽管他们不认为 有什么人能在七十级的时候 杀死奥尼克西亚 黑龙披风 传说 护甲四百四十 体质加六百 力量三百 魔法抗性正百分之二十 凹槽三 特效一 化学 使用后 三秒内受到的伤害百分之五十 转化为自身生命值 冷却三分钟 特效二 当目标生命值低于百分之二十 一定几率触发一击必杀 特效三 黑龙复生 死亡后得到一次复活的机会 复活后 血量恢复百分之二十 冷却时间六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七十 耐久七二零 七二零 又是一件披风啊 今天已经见到了两件传说级别的披风 南岛传说披风特别好戳 莉莉安的拥抱 传说 护甲三百五十 全属性加二百 移动速度正百分之三十 凹槽三 特效一 暗影刺刀 顺发 对八马内所有敌人造成一千二百点暗影伤害 冷却三十秒 特效二 死亡之卧 两秒独条 吸收黑暗能量 并将三十码内的目标 拉到装备者所在的位置 冷却三分钟 特效三 莉莉安的拥抱 瞬间出现在目标的身后 割喉技能触发百分百暴击伤害 冷却时间两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七十 耐久六四零 六四零 对比一下的话 莉莉安的拥抱 因为特效三的缘故 就是一件单纯的盗贼装备 其他任何职业使用都会威力大减 但是黑龙披风不一样 这件装备任何职业都可以使用 这就是所谓的万能装备了 陆黎收下了这件披风 水精灵身上正披着它之前 才得到还没来得及五热呼 就交出的莉莉安的拥抱呢 两件披风属性都非常好 并不一定就固定分配 等轮到威宇格比赛的时候 完全可以两件披风都送到威宇格 裁决之剑也是同理 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陆黎对吉安娜也算有了一个交代 莉莉安的拥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任务奖励 然后还有瓦里安国王的奖励 你在暴风城拥有军衔 那么我将你的军衔提到到少校吧 明智实归 瓦里安坐在暴风城的王位上 开始感谢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功臣 在感谢完其他人之后 轮到了两名玩家 陆黎被提升了一下军衔 聊胜于无 只是他们刚刚才从奥尼克西亚身上摸出两件传说 所以对装备也就没那么执着了 加上吉安娜给的那件莉莉安的拥抱 已经三件传说了 如果再奖励两件 游戏公司一定会发疯 游戏系统会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 所以陆黎猜测可能会出现的装备奖励 要泡汤 女孩子家就应该有一个安稳的归宿 水精灵 你将获得暴风城的爵位 男爵会成为你一生幸福的起点 你在西部荒野拥有要塞 那么整个西部荒野都交给你作为领地吧 陆黎都听呆了 他提升了一下军衔 成了陆黎少校 觉得还挺不错的 不曾想人家水精灵不仅成了贵族 居然还是实权有领地的贵族 对于暴风城来说 西部荒野或许是个鸡肋 盗匪横行 原本的农业产出几乎为零 还有一堆的难民需要救援 现在把这个包袱丢出去 打发新男爵并无不妥 不过 对于水精灵来说 这个奖励就意义非凡了 按照官方给出的资料 一旦玩家授封爵位 除非主城撤销爵位 否则领地上的要塞 全都归其管辖 直接关闭其他俱乐部攻打西部荒野要塞的功能 也就是说 魏宇阁在西部荒野的两个要塞 从此以后 任何人都没办法攻打了 陆离替自家媳妇感到高兴 但是他无论如何 想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吃软饭的了 他媳妇都成贵族了 他还只是个连兵都没有的虚职小军官 到底是为啥奖励差距那么大 难倒从头至尾 他都没有保护哥洛什吗 陆离和水精灵很快就被请出了王宫 一个少校 一个男爵 在遍地都是伯爵公爵的暴风城 真心不起眼 所谓一路战斗上来的交情 也因为奖励抵消大半 等一下 正牵着手往外走 陆离和水精灵听到有人似乎在喊他们 回头一看 就发现是瓦磊拉 桑古纳尔跟在他们的后面 也不知道跟随多久了 随着剧情的结束 这血精灵女盗贼的实力 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提升 之前他们俩联手 或许还能和对方打一打 现在 瓦磊拉 桑古纳尔一刀子 估计能把他们俩都送走 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想这两本书 你们或许用得上 瓦磊拉 桑古纳尔拿出了两本书 交在了水精灵的手上 陆离凑过去一看 哎呦喂 居然是两本一模一样的 强化偷袭 偷袭毫无疑问是盗贼职业最重要的技能 不管你走什么路线都一样 甚至可以说 不管你是PVP玩家还是PV玩家 偷袭都是最好的骑手势之一 便寻无果 没想到会在这里一下子就见到两本 瓦磊拉 桑古纳尔 这位雪精灵妹子 该不会是卖书的吧 第1953章 肖默的新闻发布会 水精灵非常感谢瓦磊拉 桑古纳尔 丢下自己的男朋友 和瓦磊拉 桑古纳尔 聊了好大一会 陆离很难理解女人之间的交情 明明也就一路上聊得很开心 怎么就额外奖励了两本强化技能书呢 瓦磊拉 桑古纳尔的奖励 和瓦里安 绝对没有半毛钱关系 瓦磊拉 桑古纳尔 目前是暴风城的宫廷顾问 那就是他并不向联盟效忠 他仅仅忠于瓦里安 乌瑞恩和他的儿子 安杜因 乌瑞恩 用他的话说 就是 我比安杜因还小的时候 就无依无靠 现在 我终于有了归属 他的功绩 让他在暴风城 有了立足之地 而且地位超然 比起来 瓦磊拉 桑古纳尔 和布洛尔 熊皮才是真正的功臣 陆离和水精灵 就是俩杰湖的投机分子 布洛尔 熊皮没有留下来 尽管他承诺 会经常来暴风城 看望老朋友 并且教导安杜因 小王子 一些自然之道 但是他 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森林 陆离他们任务彻底完成 第二季职业联赛的 八强结果也出来了 积分最高的是第七天堂 其次是无双城 然后是荣耀之都 威宇阁 财爵之剑 黎明之意 血色战棋 战篮守护 八家俱乐部 成为本届比赛的八强俱乐部 荣耀之多的积分之所以不高 主要原因是 他们派了很多新面孔上台 似乎根本不把职业联赛 当回是一样 丢了不少的积分 其实裁决之剑也有点类似 除了月光打不腻比赛 只要不遇见顶尖对手 陆离宁愿去和水精灵 在现实里逛商场 还有什么 能比给媳妇买口红 然后再把口红吃掉 更有乐趣呢 我们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 官方有消息了没 陆离回到俱乐部总部 开口就问 这边八强出来 第一期赛表就会出现 毕竟从八强赛开始 就不是单纯的线上比赛 线下也会有互动 课场比赛 得话要飞往主场所在的城市 好难受 至少有几天 不能和媳妇亲亲我我了 应该是战篮守护 不过这个先别关注了 你快看看这个直播 根号三 伸手划出一块大屏幕 直接呈现在陆离的面前 画面上是肖默 这些年 带着一群为了梦想而努力的人 完成了很多一开始 都不敢想象的成绩 为此付出了太多 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个人的离去 让我的整个生命 都没有了意义 他这是干啥 陆离很猛逼 新闻发布会啊 宣布即将退役 根号三 似乎至今不敢相信 这样的消息 他退役 不打比赛了 还是不做会长了 陆离惊呆了 都有吧 似乎想要卸去一切职务 甚至有可能连游戏都不玩了 根号三感叹地说道 疯了吧 被盗号了吧 这怎么可能 陆离无语地看着 还在一脸忧丧抑郁的消磨 还真别说 这人真特么的帅 都三十岁的人了 比他还要小白脸 不是说 减少户外作业的话 人脸就会变白吗 怎么到他身上就不管用了 最近这两年的时间 他可是整天打游戏啊 又不需要到外面 日晒雨淋地讨生活 为什么一点变白的迹象都没有 也不是没可能 他可能比咱们想象的 还喜欢叶色 根号三说 叶色 他们不是分手了吗 哦 他想放弃一切去追叶色 会不会加入咱们俱乐部啊 别一想天开了 咱们的第一奶气估计要被拐走了 根号三伏额叹息 自家这老大 似乎也不太正常 嘿嘿 开个玩笑嘛 走就走吧 明杀一家人 不拆一桩婚 随他们去吧 陆离仔细地想了想 要用什么方式 把叶色给开除掉 画面上 肖默终于开始宣布 他的最终决定 这次的联赛结束之后 我将卸去游戏内外的一切职务 荣耀之都相关一切俱乐部和工会事宜 全都交由 他顿了顿之后说道 温德利安小姐负责 和他同台 而坐的荣耀之都 高层目着脸 机械地拍手 估计也很猛逼 泽泽 还以为是西山白呢 没想到所有的权力 都交到了温德利安手里 这妹子算是一飞冲天了 以后的地位 不比你媳妇差 根昊三感慨说道 至少 他没我媳妇漂亮 陆离也很感慨 这样的话 又一家超级俱乐部 由妹子领导 肖默算是把所有的权力 全都一股脑交给温德利安了 看西山白 斜笔几个的表情 估计也接受了这种结果 温德利安大权在握 整个荣耀之都体系 包括其他几家从属俱乐部 都没有任何掣肘他的力量 还没你媳妇有钱呢 你们今后到底什么打算 根昊三问自家的软饭狗老大 还能咋办 我可不想像肖默这样折腾 我打算先结婚 嗯 实在不行就先上孩子 这样连求婚都省了 不对啊 我求过婚了 而且他还答应了 我似乎可以直接选日子 结婚了呀 根昊三看了一眼 直播屏幕中 一脸深情的肖默 又看了看自家无耻的老大 觉得人跟人之前的差距 真尼玛大 事实上 肖默在新闻发布会之后 就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权力交接 温德利安成为 荣耀之都的新总裁 独揽一切大权 肖默只等着这一届的比赛结束 就跑去追寻自己的一生所爱 人总是这样 得到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不过 陆黎觉得他追回叶瑟的概率 应该会非常大 毕竟为了叶瑟 什么都放弃了 而叶瑟对肖默 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感觉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几年都没有新的男朋友 毫无疑问 肖默的退役 受益最大的 就是竞争同行 肖默退役带来的影响 才刚刚开始 他可是一手打造了 这个游戏霸主的人 接手的时候 只是一个没落的三流俱乐部 经历了十几年的奋斗 才有今天 不管温德利安的领导能力如何 他想要稳定军心 都有一个时间过程 第1954章T六星副本 肖默宣布退役 陆黎确实觉得很唏嘘遗憾 但是如果一点都不矫情的话 他必须得承认自己松了口气 就好像一座 压在他心头的大山 自己滚蛋了一样 至于温德利安那个娘们 一时半会 还察觉不出有多厉害 因为他以前在狂蜂军团里 也不过是个指挥官 连俱乐部队长的职位都没捞到 狂蜂军团的队长 其实一直都是宁氏 通知微云淡月 开荒海加尔峰 走路都轻快很多 为了庆祝一下 陆黎决定带着大家去打副本 海加尔峰是 《中时光之学》中的副本之一 和《时光之学》 另外两个副本一样 黑暗而邪恶的力量 已经渗透了时间的河流 尝试着改变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走向 如果他们成功 整个爱泽拉斯大陆 就将被毁灭 玩家要做的 就是维护历史 保证海加尔峰的历史进程 不被改变 这个副本难度很高 或者说 不是一般的高 但是现在的玩家等级就不说了 装备也逐渐起来 前面的几个副本 不仅开荒成功 就连精英团 都可以在其中刷装备 开荒团成员怎么说 也都有一身T5级别的传奇 开荒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超级俱乐部忙于比赛 普通俱乐部却暗凑凑地进了副本 做梦都希望拿手杀了 可惜的是 他们实力一般都不咋低 而这个副本难度又高 所以 为大家提供的 只能是不同版本的失败经验 这个副本最终的目的 就是保护世界之术 尽管大家都一个劲地喷伊利丹 觉得他狂妄自大 为了追求力量 不顾众生安慰 其实都在享受着 淡淡疯狂之下创造的一切 天崩地裂发生前 伊利丹怒风取走了 第一个永恒之景中的一些水样 后来他来到了圣山海加尔顶部的湖边 将井水倒进了这个湖里 很快 第二个永恒之景 诞生在了新大陆卡利姆多之上 马法里奥 怒风很快发现了这口全新的永恒之景 为了确保 他不会再次成为燃烧军团入侵的传送门 又考虑到摧毁这新的景 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 他只得向龙族寻求帮助 红龙阿莱克斯塔萨 在湖心种下了一棵橡树 种下一粒仔 发了一棵芽 这棵大树会遮蔽和保护井水的能量 他们将这棵世界之树 命名为诺达希尔 苍穹之冠 阿莱克斯塔萨 对世界之树赐福 只要世界之树存在 暗夜精灵将免疫一切疾病 青铜龙诺兹多姆 也对世界之树赐福 只要诺达希尔存在 暗夜精灵将永不衰老 绿龙伊瑟拉将大树和他的梦境未面连结了起来 使德鲁伊们 可以通过世界之树 进入翡翠梦境 好景不长 阿克蒙得来了 他挟着一种操天操地操世界之树的架势而来 在麦迪文的指导下 萨尔和卡利姆多人类部队首领吉安娜 普罗德摩尔认识到 他们必须将分歧抛之脑后 同时 马法里奥和泰兰德领导的暗夜精灵 也意识到 他们必须团结起来 才能保护世界之树 在达成共识之后 埃泽拉斯的各个种族 开始尽最大可能加强世界之树的防御攻势 最终 还是靠马法里奥依靠所有人的力量 成功地释放出诺达希尔的怒火 彻底消灭了阿克蒙德 将燃烧军团从永恒之井赶了出去 这场最后的战役 震撼了卡利姆多的大地 未能吸取永恒之井能量的燃烧军团 在埃泽拉斯联合阵营的威力面前 灰飞烟灭 嗯 这是一个以前的故事 现在有人要篡改历史 玩家们需要和传说中的英雄们 并肩作战 并最终颠覆大魔头阿克蒙德的罪恶阴谋 这个副本有不少的前置任务 不是开门的那种 而是任何一个玩家 每一座都进不去 第一个前提是七十级 现在几乎是个人都七十级了 自不必说 第二个完成时光之学的前面两个任务 这里大家都是高端玩家 完成这俩副本分分钟的事情 基本上都早就完成了 然后第三个是永恒之评的任务链 这个难度很高 牵扯到好几个副本 还有声望什么的 作为开荒团的成员 这些都是不需要别人提醒 就必须达到的基本素质 陆离和水精灵 一起比翼双飞的时候 也不是到处飞着玩 这个任务链 自然也早就完成了 只要前面几个前提达到 就可以进入时光洞穴 海加尔风 也就是简称为HS的副本了 在这个副本中 玩家将回到四年前 和马法里奥 泰兰德 萨尔和吉安娜 一起与阿克蒙德和燃烧军团作战 玩家的任务是阻止弹腾的永恒龙 影响到历史的走向 海加尔风是个好地方 玩家在其中 可获得T6级别的掉落物品 其实 等佐阿曼副本开启之后 弄一身佐阿曼的装备 再来打这个副本 会更加简单 ZAM的难度比HS要低 但是 BOSS众多 是开荒HS和黑暗神殿 这类大型团队副本的前提条件 可惜 ZAM现在还没开放 必须等到下一个小版本才会出现 下一个小版本 不仅会开发佐阿曼这样的新15人副本 还会开放奎尔丹纳斯岛 和太阳井高地 这个70年代的终极副本 进入副本后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联盟营地 这里的指挥官是吉安娜 四年前的吉安娜 他们会帮助玩家一起抵抗怪物的进攻 他们的攻击力中等 有很高的HP 但都是近视眼 怪物不到跟跟前绝对不会出手 所以 团队需要一两个猎人 来帮助他们进入战斗 所有的NPC都不能被治疗 但吉安娜会展开辉煌光环 来使周围20码内所有玩家 获得100%的额外精神 如果不介意带NPC一起玩的话 最好就是派遣坦克们 最好注意NPC的卸量 在他们陷入危机的时候 用嘲讽拉走攻击他们的敌军 以使之生存 在敌军每一波冲锋的间隙 他们会脱离战斗 并迅速恢复满HP 但不会复活 在第一个BOSS到来之前 一共八波杂鱼小怪 像什么石石鬼啦 地穴恶魔啦 亡灵巫师啦 增物啦等等 说是杂鱼 其实在最初的开荒阶段 也就是这八波小怪 没有被版本削弱之前 玩家们主要就是 在这里来回地跑尸体 第1955章 黑暗秘密编年史 小怪的第一到第三波 其实都还好 差不多的团队都能应付 危机随着第四波小怪到来 里面出现了新面孔 亡灵巫师 他们会首先盯上 站在最前面的目标 并开始搓眉球 所以 非坦克角色 尽量先靠后站立 因为你真的扛不住 亡灵巫师 应该被恐惧 变扬 或者盗贼控制 敌人的冲击到来后 近战打手们 专注于处理亡灵巫师 而各炮手职业 则和坦克们 一起处理敌军大队 当亡灵巫师死伤殆尽时 近战打手 应该转回身 协助处理 集中火力区域的 残存敌军 当大队肃清后 在集中解决 最后 一直被变扬的亡灵巫师 最后两波有增物 很难杀 而且攻击力也超高 清理完八波怪之后 就是第一个 暴死雷基 东韩 陆离上辈子 来打这里的时候 这货就是一个装备运输队长 集格虽然很弱 但是却是巫妖里面 出类拔萃的 因此 阿克蒙德才会派出 他来作为先锋部队 和那些忠于巫妖王的巫妖不同 雷基 东韩 是燃烧军团最狂热的追随者 强大的法力 和残忍的恶魔法术 是他成为基尔加丹手下的 得力干将 雷基 东韩第一次亮相 是在围攻碧鲁谷的时候 但此后 出于对天灾军团的厌恶 和对燃烧军团的忠诚 雷基并未过多地参与 天灾军团的战斗 直到海加尔山的最后一战 海加尔山最后一战中 雷基 东韩 作为第一位总指挥 攻打吉安娜的人类营地 最终功亏一篑 尘归尘土归土了 说是最弱 其实除了几家大型俱乐部 至今都还没人 杀死过这个boss 毕竟光是前置的那些条件 就可以阻挡很多实力不高的工会 和俱乐部 踏足这个副本 军团的最终征服行动开始了 这个世界 将再次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没有任何东西能活下来 出场台词非常的霸气 装束也基本上 Kars亡灵主宰科尔苏加德 这家伙被坦克在哪里都没关系 只是让他尽量少找上NPC为好 尤其是吉安娜 吉安娜一倒 就得重新开始整个战斗 包括那八波杂鱼 这场战斗并不困难 关键就在于 大家夺好巫妖的技能 不然治疗的压力就太大了 治疗的工作本来比较重 要将所有人的HP 保持在峰值或很高的水平 维持每个人的生命值高扬 对躲避死亡凋零也很有好处 身处死亡凋零范围中的所有成员 必须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一切事情 跑出范围 不跑就得死 裁决之剑 在团灭了两次之后 拿下这个boss 虽然boss非常弱 但是掉的东西 却一点也不差 按精什么的就不说了 没人还会需求按精装备 狂暴镣铐 板甲传奇输出装 至少比T5要好 这里的散剑也都像T6看齐 黑暗秘密编年史 如果狂暴镣铐只能算不错 那黑暗秘密编年史 就是累积出的最好的装备了 它有个绰号 叫做黑书 有一句话叫做 左手黑书又日久 大红牛还使劲肉 说的就是一些不要碧脸的法师 这里的黑书 指的就是黑暗秘密编年史 它是一件副手装备 当前版本的高端输出力气之一 法系职业梦寐以求的东西 甚至于很多人把黑书 当成了当前版本的毕业装备 这东西一出来 别提挣得多热闹了 陆里懒得管 这又不是技能书 比赛的时候如果要用 完全可以互相见 谁的分多谁就拿 最后还是 花底离情分数比较多 兵法的好处就在这里 几乎任何副本它都可以进 反观肥猴子这个活法 虽然是赛手受到一定的优待 但是它的出勤率 还不如花底离情了 副本里面战斗 和副本外面待命 那活动 DKP完全两回事 有时候 花底离情 还能拿到输出第一的DKP补贴 第二个 BOSS安娜塞龙之前 也差不多的是一波波的小怪 只是相比雷击 东韩之前的八波杂鱼 安娜塞龙前的杂鱼中 多出了女妖 玩家管王林巫师叫男人 女妖就叫女人 因为她们都是法系的 并且能看出性别 女人会魔法攻击 伤害和男婴差不多 同时会给自己套一个反魔法盾 也就是说 这摆明了 就是告诉金战们 你们 来杀我吧 所以这个女妖 基本就是锁住 然后金战们一个个去砍了 WWW TKM CO 小怪之后 就是安娜塞龙 安娜塞龙 是一个敏锐而可怕的恐惧魔王 他在纳兹雷瑞姆恶魔中的地位 仅次于被伊利丹杀死的 头号领导人物 泰肯迪奥斯 泰肯迪奥斯死后 他接替了前任领袖的位置 在进攻海加尔的战役中 安娜塞龙参战 并在对抗哨兵部队 联盟和部落时 展示出了 他领导军队的才能和韧性 当阿克蒙德出发击溃世界术时 他被安排镇守军团的营地 然而最后 他并没有注意到 阿克蒙德的险境 当他感受到 阿克蒙德的力量 归于沉寂和污染者之死时 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和大部分入侵的燃烧军团恶魔 甚至来不及逃跑 就被狂怒的海加尔联盟战士们淹没了 安娜塞龙 自己也死于混战之中 这个BOSS就比一号难度高上不少了 大部分来这里开荒的 都是卡在这个BOSS这里 剩下的还和老一缠缠绵绵呢 他的招牌技能俯臭风群 朝随机目标发射俯臭风群 范围约为以该目标为中心的60度扇形 射成60码 4250-5750暗影伤害 该风群会使所有被击中的目标的治疗输出 降低75% 持续20秒 无论药水 绷带 还是治疗法术都会受到影响 该技能CD约11-15秒 冷却好了就放 此外 就是技能为治疗输出 不是受到的治疗 所以 这个BOSS一定要是小队型分散站位的 严格地按60度不太可能 微云但月将队伍分了四组 上下左右这样把BOSS包在中间 这样简单直观 每组内部尽量重合 这样的话 每次就一组中 而旁边两组能给他们刷血 还有技能催眠 一次睡仨 睡了之后 可以被战力图腾解救 每分钟一次地狱火 随机在某个人员头上 砸下地狱火 造成小范围的2500点火焰伤害 并击昏目标两秒 产生一支巨型地狱火 地狱火约有20万生命值 攻击不高 但带有永久献祭 对八码范围内的玩家 造成持续伤害 第1956章 赎罪之锤 在微云但月的指挥下 大家就是一方面了解BOSS的机制 另一方面 设计出开荒团队的站位 陆里有时候 也会查缺不漏的稍加指点 有些东西 即便他不是重生者 也能通过观察看出来 这就是天赋 总结的过程比较漫长痛苦 不过终究还是磕磕绊绊地 过掉了老二 出了一个技能点 和陆里没啥关系 传奇装备出了两件 一个是不败的意志 防御职业的单手剑 理所当然地给了蔚蓝海风 他淘汰下来的武器 给其他人 还有一个金色治疗胸甲 奶萨的东西 这里暂时还没有奶萨 但是陆里已经打算培养一个了 作为一个顶尖团队 基本上需要任何职业 任何天赋 都能随叫随到才行 打完这两个BOSS之后 就可以转换阵地了 这边的战斗已经结束 帮完吉安娜帮萨尔 脚男们顿时觉得 自己就牛比轰轰 萨尔的营地在另一边 起码过去很快 沿途中有一些草药和矿产 可以采集 质量都非常不错 如果是散人团或者金团的话 团长可能会指定人去采集 然后私下里少数几个人分掉 比如指挥战斗的人 满世界找老板的人等等 当然 也有不要脸的团长 啥都自己黑掉 陆里他们不需要考虑这种问题 大家都不缺这点东西 基本上都是挖完之后 往工会仓库里一丢 想用的人直接取用 当然 工会仓库也分档次 不同档次的人 对应不同档次的仓库 他们开荒团有自己专属的仓库 根号三有时候会从开荒团 拿一些垃圾东西 丢刺一等的仓库 依旧很多人抢着拿积分换 第三个 BOSS叫卡兹洛加 相对于前两个BOSS名气要小很多 但是作为海加尔山攻击联军的第三波力量 末日守卫卡兹洛加的实力 绝对不可轻视 最主要的是 他掉的卡星非常不错 HS没有什么可以跳过的BOSS 这个副本整体就是一个大剧情 玩家充当的 就是救火的角色 在面对BOSS之前 照就是一波波的小怪 这些杂鱼 除了囊括了安纳赛龙之前杂鱼战的所有种类的杂鱼 石狮鬼 地穴恶魔 女妖 亡灵巫师和增悟外 还追加了石像鬼和冰霜巨龙 这两种怪 其实也没什么难度 石像鬼刚出现的时候 是飞行状态 肉搏攻击不到它们 但是如果名列石像鬼仇恨列表顶端的目标 跑出了石像鬼打击的射程 石像鬼就会落地 前去追逐该目标 且不会再度起飞 这玩意要是一只飞 还真不好打 所以完全是被自己唇死的 冰霜巨龙的攻击方式是冰霜吐息 AOE技能 它会不断使用这个技巧 直到被击坠 除了冰霜伤害 还会降低目标攻击和移动速度50% 效果持续6秒 这玩意得有人拉住才行 而且还要有人给拉住冰霜巨龙的人加血 不然就直接死翘翘了 和老一老二那边 守住一座门怪物一起涌上来不一样 这边的战斗范围非常大 冰霜巨龙和石像鬼飞的到处都是 而这种小怪 一个人又对付不了 所以就要求治疗和输出满场到处跑 混乱结束后 BOSS就登场了 卡兹洛加个头非常大 技能也非常屌 一手战争践踏 一手卡兹洛加印记 丑死过无数团队 战争践踏是周期性技能 对周围15码内所有目标 造成大量伤害并击昏5秒 5秒钟已经可以让BOSS干很多事了 幸好MT还依旧保持着仇恨 不然这BOSS也确实可以载入游戏史册了 当近战全都被击晕了 他冲进远程职业之中 那还不是大杀特杀 而他最厉害的技能 其实还不是战争践踏 而是卡兹洛加印记 这个技能会对团队所有成员 施展不可驱散的印记 该印记对战士和盗贼和猎人的宠物完全无效 对其余目标会每秒抽取其600点法力 持续5秒 总共会使目标损失3000点法力 如果目标在卡兹洛加印记的作用时间内 耗尽法力则会爆炸 对周围10至15码范围内的所有成员和自己 造成10213至11287点暗影伤害 在这里团面 基本上都是被炸死的 大哥 我没有3000来 那你有12000的血吗 也没有欧下滑线哦 出去 所以这个boss对人员要求有点高 当然 就算没有3000法力值 就算没有12000的血 你的暗影抗性足够的高也可以 这种伤害完全可以被抗性抵消掉一部分 所以打这个boss的时候有两件暗影抗性装备混搭一下的话就比较舒坦了 分散战位很重要 尤其是有蓝职业 卡兹洛加在开始战斗后60秒会使用第一次卡兹洛加印记 第二次发生在第110秒 第三次是第150秒 第四次是第180秒 第五次是第200秒 第六次是第210秒 总之每次施展卡兹洛加印记都会使该印记的冷却时间降低10秒 当战斗时间超过三分半钟后 卡兹洛加将变成疯子 他会开始无限连发印记 其实也就意味着 这个boss给大家的战斗时间就是那么短 因此 战斗的关键是快 为了防止法力耗尽的时刻过早到来 玩家要像发疯一样的使用任何能使你们恢复法力的东西 一到CD就灌下去 只要法力不满 这个boss摸清楚打法 调整好阵容 花点时间就能打过去 洛黎他们是在第二周完成的卡兹洛加开荒 新CD的前面两个boss都是一次性过掉 唯一可惜的是第二次没有黑书出现 到了卡兹洛加的时候 大家状态出奇的好 只团灭了一次就把这个boss给拿下了 洛黎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三号boss的首杀 但是boss掉落的东西却基本上验证了这一点 四件传奇装备摆在面前 说不是首杀谁信 黑羽之靴 传奇皮甲 盗贼鞋子 训兽者护肩 传奇锁甲 猎人肩膀 元素倒能护腿 传奇布甲 法际裤子 赎罪之锤 传奇奶锤 陆离刚好想在工会里培养一个新的奶棋 当然 他也不好做得太明显 人家夜色还在老老实实的参团开荒呢 出情率百分百 总不能问人家 啥时候和肖默双宿双飞 当夜色初分要这个锤子的时候 陆离的心情是复杂的 第1957张boss死了 也可以团面 当然 该给还得给 夜色顺顺当当的 就把新锤子拿在了手里 大家都知道肖默退役了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身边这妹子的缘故 尽管内心猫爪一样的好奇 可就是没人敢开口问 谁知道 人家两个到底什么打算 陆离分到了盗贼鞋子 他的鞋子实在太破了 媳妇心疼他 就把鞋子让给他了 分完东西 就继续开怪等小怪 一如既往 在这一次的八群杂鱼中 除了前几场boss战中 已有的石石鬼 地穴恶魔 亡灵巫师 增悟 女妖 石像鬼 和冰霜巨龙外 又增加了两种新的敌人 恶魔猎犬 能烧蓝 庞大的地狱火 自带献祭光环 它能烧人 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大家经历了这么多小怪的进攻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唯一的不和谐 就是有几个家伙站在太靠前 蓝都被吸得差不多了 只能自己想办法回蓝 耽误了输出 严重影响了开荒团的心情 所以没能到boss那里 就团灭了 大家回到兽人营地外面继续修整 残梦还在埋头去摸它之前 还没来得及摸的尸体 怪物太多 一个个地摸很累 但是它可不觉得 你们看我摸到了什么 残梦小猎人 举起了一样东西 开心地炫耀 容颜怒火之拳 传奇武器 而且还是套装部件 大家立刻围了上去 看起来是萨满的武器啊 盗贼谁会用这玩意啊 我想山号练萨满了 boss掉的没人强也就算了 连小怪也凑热闹 送传奇装备 蔚蓝海峰一脸的身无可恋 他这是瞎吐槽的话 但是大家深以为然 还不错呀 梦梦加油 把另外一个也摸出来 洛英回忆以基础分 拿到了新装备 属性什么先不说 至少在造型外观 绝对值得收藏 嗯 回忆姐 我一定给你摸出来 小红手做出保证 小怪清理完之后 终于见到了第四号boss阿兹加洛 阿兹加洛 曾经是恶魔陆军的领导者 马诺洛斯的副官 自从马诺洛斯被格罗姆 地狱咆哮斩杀后 他直接接替了马诺洛斯的职务 领导恶魔陆军 阿兹加洛 不如他的前任上司那样聪明 但他对混乱 暴力和折磨的狂热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配合阿克蒙德进攻海加尔山顶 阿兹加洛释放出了 无比强大的恶魔力量 其无坚不摧的攻势 毁灭了敢于抵挡 他的任何一个凡间生物 然而 就在燃烧军团满以为胜利再往时 阿克蒙德却中了马法里奥 怒风的圈套 被炸死在世界之树下 燃烧军团也随之再度溃败 在这场战斗中 阿兹加洛失踪 玩家们需要阻止他 殴打萨尔大酋长 在战斗的过程中 大酋长就是一只随时会被踩死的弱鸡 经过多次的实践证明 再加上陆里的小提点 最终微云弹月让MT把BOSS 拉在了距离萨尔一百码意外的距离 这样就能把战场分割成两块 一块是BOSS 一块是把天上掉下来的末日守卫 拉到萨尔那边去 和NPC一起打小怪 多次的团面 导致杀小怪的次数就比较多 摸出来了 咦 不对 还是熔岩怒火之拳 应该是熔岩怒火之爪才对 没事我继续摸 大家正打着怪呢 残梦又摸到了一件传奇装备 唯一可惜的是 这东西和之前那个重复了 陆里分给了水精灵 没有扣分 毕竟没有人要的东西 不扣分也没啥对不对 如果这么一直团灭下去 说不定人手一对传奇武器全套 陆里宁死也不想这么灭 如果老四都这样灭 那后面的阿克蒙德还打个屁 经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开荒是团灭灭出来的 后面逐渐就开始掌握很多小技巧 比如 BOSS来得太快 微晕但悦就拍狗男女去骚扰BOSS 就是前行的时候 用远距离用扰乱技能 既不会暴露自己 还能使得BOSS经常停住脚步 每当这时候 吃狗粮的咸鱼们就非常的开心 不能浇气有点火 让他们去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也不错 当阿兹加洛冲入营地时 必须立刻被误导给坦克 你绝不会希望这家伙把萨尔拉进战斗的 因为大酋长阁下 在这里真的很弱机 坦克必须赶紧拉住BOSS 如果拉得不好 仇恨很容易就被NPC们给抢走了 这是坦克们 可以被载入黑历史的耻辱时刻 蔚蓝海风就干过一次 仇恨没拉好 结果 NPC死了一片 只能草草地结束重来 阿兹加洛技能很多 活与什么 就不说了 不知道跑的是傻子 重点应该说说 阿兹加洛咆哮 也有人称之为嚎叫 阿兹加洛咆哮 是一个极其致命的咆哮技能 范围99码 这个距离是一点点测算出来的 蔚蓝海风 把BOSS拉的距离萨尔那么远 就是因为这个咆哮 战斗开始后15秒即会使用一次 之后每15至20秒 就会再重复 这个咆哮 能将范围内所有目标沉没5秒 范围非常之大 100码范围之外的萨尔 可能就安全了 但是玩家跑不了这么远 玩家的最远技能射程 也就40多 所以全都在这个咆哮范围之内 阿兹加洛将使用咆哮能力之前 坦克的HP必须被维持到峰值 并保持许多HOT技能 接下来的5秒 就是考验时间 MT挺得过去就打 实在挺不过去 就出副本想办法 蔚蓝海风很牛掰 人家根本不在乎 这个BOSS会召唤小怪 他的召唤技能很有意思 大约每50秒 他会随机点名一个玩家 玩家在20秒后 留进最后一点血死亡 在尸体上回 被召唤出一个末日守卫 为了不让这些末日守卫 打搅大家的雅性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中了末日的人 自己去萨尔面前死掉 萨尔那边会安排两个坦克 专门拉这种怪 当然 虽然小怪攻击一般 但是不安排治疗 也是不行的 得有专门的治疗 在这里给拉小怪的坦克加血 陆离他们 是在快到周末的时候 打掉阿兹加洛的 当时 大家那叫一个兴奋啊 又是蹦又是跳 又是叫又是笑 然后就团灭了 BOSS死了之后还能团灭 也是让人醉醉的 和以前那些被BOSS召唤出来的小怪不一样 就算是BOSS死了之后 那些末日守卫 也依然还在掉以轻心的超级团队 就这么耻辱的 团灭在这几个小怪手里 只有少数人对以逃生 第1958章 克场也能赢 好在这个时候 死不用重新打BOSS 而且杀掉BOSS的技能点 也分配到了玩家身上 有两个人拿到了技能点 陆离虽然不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媳妇是 所以他也很开心 大家该复活的复活 该去摸装备的摸装备 前面砸起砸吧的不管 只要不出强化技能书 就不足以让大家多欢欣鼓舞 重头戏还是装备 阿兹加洛可是出T6部件的BOSS T6套装 显然是当前最顶级的装备 陆离和水精灵的那几件传说不算 这种机会猴年马月 也未必能够得到一次 无尽的痛苦 媳妇 你的东西 你出个粪吧 陆离公然秀恩爱 过分了呀 这么好的匕首 为什么你不需要 旁边的人看不下去 没看到我现在用双剑吗 我倒是说了 一粒弹掉两把极品单手剑 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陆离很不要脸的 让水精灵基础分拿了装备 队伍里就这么两个盗贼 我也可以装备单手剑 我不管 咱们到时候DKP说话 蔚蓝海风冷冷一笑 给了陆离一个王之蔑视 陆离也不理他 催促残梦继续摸装备 罗德里格的羽衣 乃德的传奇衣服 童颜无稽拿走了装备 遗忘征服者的手套 奇目术的T6手 这也是裁决之剑 第一次拿到T6手 最终被三月宇拿走 遗忘保卫者的手套 战列萨的T6手 非常的让人失望 贼法德三职业 眼巴巴地看着残梦 希望他能够再摸出 一件东西出来 可惜 结果注定要让大家失望了 老四之后就是阿克蒙德了 陆离和水精灵这些赛手 暂时就没有时间继续了 职业联赛 已经到了绝出四强的时候 荣耀之都 威宇阁 裁绝之剑 黎明之意 血色战旗 战篮守护 之前黎明之意和血色战旗 打了八强赛的第一场 主场都没取得优势 可以预想 他们本届联赛差不多 也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的一场 是裁绝之剑 客场挑战 战篮守护 如果客场也能打出优势 裁绝之剑这一次就比较稳了 上午飞机降落 下午开始比赛 打完之后立刻走人 都不带停留的 战篮守护擂台赛 上场的是法师魔名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盗贼赛手局部瘫痪 很希望能够和陆离较量一番 看看陆离这半年 究竟有没有长进 可是 万一裁绝之剑上场的是月光怎么办 当前版本的盗贼打战士 如果没有技术和装备优势的话 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所以 派上去法师是最周全的方案 不管是战士还是盗贼 法爷来者不拒 裁绝之剑上场的是陆离 没有碰到局部瘫痪 有点遗憾 不过法师也没什么可怕的 盗贼不克制法师 但是也并不被法师克制 曙光在PVP机制方面 一直都比较稳定着贼法内战的胜率 两个职业队上各自五五开 七十级之后 大家血量和防御都有了强大的提升 想要一套技能带走一个职业 不管多脆皮都没有可能 除非装备技巧差距太大 都八强了 还有个屁的大差距 陆离前行偷袭 魔明解控转身 直接来了一个沉默冰环 这要是被冻住了还了得 陆离当下赶紧开斗篷 解除沉默和控制 他自由了之后 魔明也一个闪现跑开了 在猜忌的法师都知道 和盗贼打架要拉开距离 我暗影不慎机 你就冰箱解除 你来我往 陆离试探了两次 都被打回去了 不过他也没有吃亏 魔明的技能也对应消耗 大家寻找的就是一个机会 或者制造机会逼对手露出破绽 不得不承认 魔明的进步很大 上次交手的时候 陆离打他还没有这么麻烦呢 当然 这是陆离不愿意用传说装备的缘故 他打得非常保守 反正也不急 也没那种一条三的雄心壮志 克场作战 能取得一点优势就行 陆离不急不慢 魔明有点沉不住气了 毕竟他们是主场作战 如果第一战能够打出优势 那他们战队的士气就会大增 所以他的进攻 就开始带上了丝丝火气 陆离就更不着急了 欲使其灭亡比先使其疯狂 魔明越是急躁 他就又有机会 从中寻找战机 旁观者清 别说解说席和赛首 就连普通观众都能察觉到 这其中的对比了 当一丝机会出现在眼前 陆离果断地出手制敌 一套技能带走了魔明大半的血量 加上之前互相消耗掉的血 魔明此时就已经近乎残血了 回血手段再用 架不住陆离在旁边纠缠 趁你病要你命 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光是陆离的普通攻击 都能够让魔明疲于应付 而且陆离也不怎么在乎自身血量了 魔明也根本攻击不了 几下就倒地了 呼 陆离站在赛台上 平静地看着对手倒下的身影 内心其实是松了口气的 刚进游戏那会 他的优势是重生 就算是上一届职业联赛 陆离其实也还是吃着老本 才能把那些游戏圈的大神们压在下面 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能够利用的东西越来越少 尤其是技术层面的领先 根本就不存在 陆离击败魔明 靠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实力 他甚至还有不少的手段没使出来呢 这说明啥 说明他陆离就算不重生 只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起点 他也能够和这些游戏圈的大神 站在同一个层面上 第二个上来的是 局部瘫痪 两个盗贼互相问个好 聊几句天 这才一起进入前行 局部瘫痪不及 吸取了魔明的教训 他现在一点火气也没有 就是稳扎稳打的战斗 其实 陆离还真有点担心 他急着拼命 毕竟刚刚才结束一场精神高度集中的战斗 接下来又要面对稍加疏忽 就可能被一波带走的同行 局部瘫痪也是最顶尖的盗贼 并不比他逊色多少 能多休息一会 就多休息一会 说不定还能到所有的技能都重新冷却好呢 可惜 局部瘫痪又不是傻 他谨慎归谨慎 可没有坐在那里等路里 恢复到最佳状态在战斗的打算 两个在赛台上挪来挪去的盗贼 终究是有碰到一起的那一刻 第1959章 最经典的一扑 路里发现自己在隐秘和感知方面并没有优势 因为对方甚至比他还提前觉察对手 旋即他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他是暗夜精灵 对方是人类 人类种族天赋之一就是感知 能够更容易觉察到前行的目标 而且对方的帽子有问题 很可能是工程学的造物 似合死亡一击护目镜X44型 路里暂时还没有这种东西的图纸 也不知道战篮守护哪里搞到的 不过 这也不算什么离奇的事情 难道就只允许他和水精灵搞到三件传说装备 和两本强化技能书 就不许别人弄一张工程学图纸 他感觉不可思议 局部瘫痪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路里比他先一步登台 所以他就有了充足的准备 头上的帽子 身上的衣服 还有护腕 要么加感知 要么加隐秘 为此不惜牺牲了一些其他的属性 然而他找了半天才把路里找出来 对方差一点还先手了 路里这货身上到底都装备了些什么玩意 其实 路里还真没有刻意去搞隐秘属性 他的至尊武界有一个特效 丛林之王的祝福 隐秘效果正35% 一件装备就加35% 抵得上别人好几条特效了 再看路里的潜行技能 强化潜行 顺发让盗贼隐藏起来 直到潜行状态消失 潜行效果提升 阴影环境下潜行效果进一步提升 随机特效 化身蝙蝠 使用该特效以后 施法者会变身为蝙蝠 飞行一定距离到达指定的位置 冷却时间两分钟 潜行都是强化的了 又加35%的隐秘 想找到他 被控制之后 路里立刻就跑了 但是两场战斗下来 他也没有更多的逃跑手段了 所以 他只有一次的机会 两人分开的第一时间 路里没有绕弯什么 而是直扑他认为 局部瘫痪会移动的位置 两人撞在了一起 全都显露出了身形 精彩 深色调如风 在解说席上 差点跳了起来 他大声地叫道 这应该是本届比赛最经典的一扑 他把局部 瘫痪给扑出来了 实在 他没有逃脱技能了 下一次相遇必败无疑 所以他彻底放弃了先手的优势 但是也把自己拖出了后手的死地 另一个解说慢了半拍 才反应过来 路里这么朝前一扑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观众席上的人 甚至包括部分赛手 听了他们的解说 这才明白过来 这种操作 只能特定的情况下有效 并不建议大家模仿 毕竟路里这么一扑 也是有风险的 前行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大动作 如果落空的话 铁定会被发现位置 路里这是置死地而后生 身色调如风 紧接着来了一句 大家一起分析 路里这么一扑的技术含量 那边路里已经抬手 给了局部瘫痪一个凿机 抢到了相对的先手 凿机是晕眩技能 但是局部瘫痪才刚上场 当然不会就这么被控制着不还手了 他可不想被路里打出一套伤害 逃跑之后 局部瘫痪 发现了一件让他很猛逼的事情 为什么他在流血 路里很遗憾地追了上去 他遗憾的是 终于还是动用了压箱底的手段之一 他学了强化凿机 凿机 零点五秒施法 凿机敌方目标的眼睛 令其瘫痪三秒 必须在目标面对着你的时候发动 任何伤害都会令目标立即醒来 当前等级五分之五 强化凿机 顺发 凿机敌方目标的眼睛 令其瘫痪三秒 必须在目标面对着你的时候发动 任何伤害都会令目标立即醒来 特效 目标醒来后 持续受到五秒的流血效果 伤害与主手武器 攻击上限有关 五级的普通凿机 是半秒钟的施法 而强化凿机是顺发 所以 局部瘫痪 怎么也抢不到这个先手 就算他反应再快也没用 瘫痪的时间没有差别 释放的条件也基本一致 就是人家强化技能会随机带有一个特效 水精灵学的凿机 特效是凿机目标受到伤害 不会醒来 陆离的则是目标醒来后五秒流血 这个不太好 区分哪一种更好 当目标被凿机后 立刻使用逃跑类技能解除掉晕眩状态 这个当然是陆离的更好 解开了正好继续疼 尤其是盗贼内战的时候 流血还怎么前行 你解开了瘫痪 必须再想办法 让自己不流血才行 如果目标不打算跑了 打算硬撑你一次攻击 那么水精灵的凿机特效 就比较厉害了 陆离追上局部瘫痪 招招致命 完全是不顾自身的打法 他的血量不多 这样打必输无疑 然而 大家谁都知道 他打的是第二个对手 魔明已经被他拿下了 局部瘫痪死了最好 就死的话 多浪费一个技能 多消耗点血 那都是赚的 局部瘫痪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他也拖不起了 再拖 就真的要输了 两个盗贼开始针刀石枪的正面交锋 虚拟游戏自由模式下 格党的概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两个人的完成度 都属于非常高的那种 游戏运行到现在 陆离就算还有优势 也没办法像一开始拉那么大了 最终 还是局部瘫痪 赢得了生命 只是赢得有点凄惨 技能 血量 都被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 他面对肥猴子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多拖一点时间 等待技能的冷却 可惜肥猴子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弄下去了 一个技能不全的盗贼 打法师实在是不太容易 他还不如和肥猴子拼了呢 薄一把拿个先手 多多少少都能消耗肥猴子一下 肥猴子战败了局部瘫痪 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以毫无悬念的姿态 碾压了战篮守护第三个登台的赛手 宣告了擂台赛三比一的结果 团体赛的时候 战篮守护力球翻盘 启用了新的战术和新的阵容 裁决之间的应对 就是做缩头乌龟 治疗三月羽加童颜无稽 输出月光暮秋加陆离 没一个好杀的 不管战篮守护怎么改变 我都只求不死慢慢拖 菜刀叙事待发 找机会只杀法系 第1960章 外公也来看比赛 面对这样无耻的阵容 战篮守护 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倒也不是说 裁决之间俩治疗的阵容就无敌了 解决他们的办法 要么就是四个输出 就集火 先杀生存能力比较弱的治疗 要么就咱也俩治疗对着号 等哪一方先耗尽 或者有一方露出破绽 并且被捕捉到 裁决之间一点都不着急 而战篮守护 不管怎么告诉自己 不要着急 还是有人着急了 这一轮他们惨败 连友谊赛的安排都取消了 洛黎他们打完比赛 接受当地媒体的简单采访 然后就启程飞回了江南市 客场打完就是主场 中间隔了一天 这一天 当然是用来开荒海加尔山副本 推到阿克蒙德 才能拿到最后的首杀 理所当然 这一天实在团灭中度过的 这丝毫不影响 第二天主场迎战战篮守护 毕竟客场都赢得那么漂亮 江南市最大的体育场 其实也不大 这种电竞看的人又多 于是一票难求 就有很多人开始走后门 比如水精灵的外公 就委托陆林弄一些票 说是要全家一起去看比赛 这就纯粹是送表现机会了 如果他老人家说 想看电竞比赛 有的是票送到他面前 包半个场子都没问题 陆林弄了两百张 亲自送过去 范老先生带着全家 还有一对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 居然把两百张票 用了个七七八八 怎么突然想起来 看什么电竞比赛 你以前对这个不感兴趣吧 老婆好奇地问老公 范老先生邀请 你说能不来吗 老公也很无奈 范爷爷呀 他那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邀请 咱们看这个 上不了什么台面吧 老婆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 不能理解上流社会标杆性人物的范老先生 这种举止的含义 以后别说这种话 什么叫上不了台面 无知妇人 你知道游戏产业现在多繁盛吗 就咱们这几亿的资产 进入连打个水漂都不听响 我还想着 投资一个超级俱乐部呢 结果人家一问我要投多少钱 立刻就客客气气地 把他赶出来了 老公感慨万千 但是这和范爷爷有什么关系 范家书香门第的 哦对了 我听说他们家小公主 经营了一些游戏产业 可不是 那小丫头 现在是愈发的出息了 现在至少是我几百倍的身价 才二十多刚出头吧 人比人气死人 更何况差距如此之大 哦 我明白了 今天的比赛 是小公主旗下的俱乐部 这倒不是 不过也有一些关联 我跟你说 小公主选好驸马了 你说啥 小声点 就是今天比赛的这个 别乱说话 我听说范家全体上下都挺满意的 谁家的公子啊 谁家的也不是 听说是个白手起家的小伙子 现在旗下有两家俱乐部 是秘书都经常和他一起吃饭呢 以范家那种风气 怎么可能瞧得上一般的夫家子弟 这倒也是 毕竟范家小姐嫁了那么一个人 哎对了 小公主选了驸马 那他爸沈先生知道吗 知道肯定知道 但是只要范老先生点头 他改吱声 这是已经定了吗 据说下个月就举行订婚宴了 沈先生 嘿嘿 自己做的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裁决之剑这边 已经选好了上场的对象 第一个上场的是 洛英回忆 别误会 之所以选他 就是为了输第一场 这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如果客场优势特别大 轮到主场的时候 就必须离让一场 这叫地主之意 洛英回忆 果然不服众望地输了第一场 他现在只能算第三梯队的赛手 一方面是不务正业 另一方面就是 增强萨在赛场上确实不行 第二场上的是肥猴子 肥猴子也输给了局部瘫痪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陆里本来没打算这一场输的 回头必须找个理由 罚一下这个二货 飘没飘不知道 反正吃喝赌 他是一样不落下来 是不是情况不太好 范老先生侧头问孙女 他看不太懂 但是输赢至少分得清楚 没什么大碍 只是一点小的失利 可能是要给对手留点颜面 前天陆里带着人去了他们那边 赢得太狠了 水精灵如此解释说道 哟 你心上人上场了 哎呀 外公你胡说什么 哈哈 陆里上去 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 已经被肥猴子打残的局部瘫痪 然后迎战战篮守护的狂战士 冰果哥哥 狂战士比较克制盗贼 对面的人这是对症下药 想用职业优势来克制他 水精灵帮助外公进行讲解 那小陆岂不是要说 不会的 就算是我 也能打得赢这个狂战士 你对他倒是有信心 场上发生的一切似乎 也印证了水精灵所说的一切 虽然打得有点吃力 但是陆里还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赛 以半血的优势 战胜了对方派出的狂战士 如果是月光那种级别 他可能 还真有可能打不过 冰果哥哥对普通盗贼来说非常强 可是谁让他面对的是陆里呢 战篮守护擂台赛第三位 上的是魔名 这个是明星赛手 很厉害的 我和他打过几次 有输有赢 水精灵说道 那小陆也没多厉害啊 你到底是怎么看上他的 哼 我不和你说了 好好 我们看看 小陆怎么打赢这个魔名 陆里能够打赢魔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此时的陆里只有半血 而且技能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比赛又限定了最长时间 陆里如果一直前行避战 到了时间 就会判定他输 曾经的盗贼教科书 再一次用他的实力 展现了什么叫盗贼教科书 当然 这也和范老先生一家 坐在台下观看有关系 换做是平时 他可能就没这么拼命了 类台赛的结果 要么是三比二 要么是两比三 怎么都是一分的差距 只要类台赛获胜 管他是哪一个 都影响不了裁决之间两场比赛 就顺利晋级的结果 现在 陆里必须赢 他可能有那么强烈比赛的 词 贵